各位好,歡迎回到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在數值系統篇這個講座 我們之前已經探討了 發言說除了二進位以外的 其他進位像是三進位 再來是像阿貝爾群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我們探討編碼的時候 必須要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所使用的操作方式 所以無可避免我們會需要一些抽象的數值方法 數學方法來探討 你可以看到像阿貝爾群 會講到這些群的一些概念 除了這裡外的話呢 我們也提到說有很多議題都來自說 尤其是這種程式上的錯誤 很多時候來自說你對這些數值系統不夠理解 然後呢 編輯器的最佳化往往又會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嚴重 編輯器本身有很多最佳化的策略 但是呢這個策略呢其實也不能 很可能會有濫用的狀況 好,然後你可以看到很多在真實世界上發生過的這些案例 那這些案例呢絕對不是只是一個又一個個案 很可能只是還沒有被發現而已 很可能只是還沒有被定位而已 好,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強調說 各位一定要對這個數值系統有足夠的認知 因為這些案例它的影響往往會超過大家的認知 好,就像這個案例我們在前面有講過過 我們在複習一下 所以你看到說 一段程式像這個畫面中這一段程式 這個看起來就很單純 它就是在一個追射裡面 核心模式跟使用者模式之間的資料的搬移 資料的處理 但是呢有意思的地方就在哪裡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範圍 好,那同樣的東西呢也可以在其他的案例看得到 比方說像那種 涉及到記憶體管理的部分 好,那我們在之前呢也有帶著大家探討 就是像是這一類計算機編碼的議題 那我們有特別談到說 電腦這個怎麼去就是在二進位系統中呢 我們怎麼去表示數學上的負的值 有沒有正的值有負的值 那這個表示數學上負的值呢 其實呢 這個過程中的演化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普遍來講的話現在用的是二補數 可是為什麼用二補數 那之前一補數到底什麼意思啊 或是說其他的這個更直覺的 就是在我們的形式上很直覺 你就前面加個符號並有個字 那這樣子有什麼問題 這個之前有帶著他的探討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因為網際網路 其實它還遺留著在1960代的這個痕跡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呢 你會發現說像這個什麼一補數的系統 其實它還是在這個從這個APA內一路衍生到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Internet 其實這件東西呢還是存在的 不過我們在後面講到二補數 好 那如果你從到來看一補數也好 看二補數也好 你從來只看它的規則 你從來只是特別是在計算機概論的時候做打 那這是非常非常遺憾的事情 因為這些的設計呢 它不只是有數學上的這個意義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在後面從這些 從數學的上的概念啊 然後反正說從這個群 群論的這個觀點來 然後還有這個替換群這些議題 那除了這一外的話 其實我們有帶著大家看一些真實的案例 像你可以看到說我們穿插一個叫諮詢安全 為什麼資訊安全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提到像這種時序攻擊 我們想要避免過多的資訊揭露 因為我們特別是在隱私資料 敏感的資料 那我們又不希望等一下 不希望說隨便就像你的畫面中看到這個 就假設你最終的這個真正儲存的密碼 是叫做Password 所以你有一個資源接著一個資源的比對 好 那這個東西有點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我作為一個攻擊者 算我看不到程式碼 算我看不到真正的這個真正密碼在哪邊 但是我可以很 假設我可以很精準的去記錄時間 那這個就很有趣啦 如果說你看這個東西 我們預期的是Password這幾個資源 但是最終你的輸入是Password 那你會看到這個 我在第三個資源都是去反軌 好 那反軌 當然有這些比較特別的案例 比方我的開頭呢 預期是P 但輸入是Q 那你會發現 Q的時候 一下就返回 然後Pasta的話呢 是在第三個資源之後返回 然後你會看 我這個 隨著這個時間呢 就是返回的時間 或者我這樣判斷的時間呢 其實怎樣 我如果有足夠多的資訊呢 讓我去搜集 我們是不是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怎樣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知道什麼 知道這些時間 就是時間上的變因 好 那這樣的話其實呢 你可以知道什麼 這破解密碼的難度呢 其實有機會大幅降低 而且這件事呢 其實千萬不要小看這個 就是Timing Attack 其實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一個完全的一個防治方式 所以往往呢我們需要一些機制 這些機制什麼 比方說我們後面有提到 就是一些常數時間的實作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的不只是時間複雜度為常數的實作 更關鍵的地方是我們要去想 就是有沒有可能 我不管我的 就像前面那個例子 不管我們 我輸入的這個是一個資源 輸入是8個資源 輸入是16個資源 有沒有可能我不管它一個資源 兩個資源 或者更多資源 我不會隨著輸入自傳的變化 當然我們要先設定一個上限 我不會隨著的自傳變化呢 然後讓我怎麼 讓這些資訊揭露出去 我們稱為叫Information Link 就是說這個過度的這個資訊揭露 有沒有可能我們降低這樣的一個衝擊 這個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特別要在意的 所以可以看到說我們這邊就舉個例子 我們舉一個什麼 對整數取絕對值 那對應的數學的表示就是什麼 就在IBS 那我們就在前面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跟大家探討 如何去實作一個什麼 跟輸入無關 就是說這個很有意思 比方說我們看對照呈出來的這個組合語言 那你可以看這個很好玩 這邊有一道指令 兩道三道 總共三道指令 那這個東西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這個我們這個實作來說的話 不會隨著 不會隨著說 你的輸入是正的數 還是輸入是負的數 那導致說那個執行時間是會不一樣 在我們這裡來講話 我們輸入的數值範圍 只要是在什麼 預期的數值範圍內呢 不管是正的還是負的 其實這樣就是他耗費的時間是一致的 那換個角度想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來講話 就可以去避免這方面的資訊接用 好 那當然你可以知道這個說這樣的一個實作呢就是這樣 他就是所謂的就不需要這個分支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說呢 我們剛舉的是ABS的例子 那其實這樣的這樣的幾值呢 其實還是用的很廣 如果我們不是講到這種資訊安全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案例 對不對 這個案例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找兩個數 取什麼 就是兩個數值輸入 我找小的值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很有趣 就是一樣 這邊也是沒有分支的 好 所以我們實際上可以這樣 可以去避免 揭露到底是A大 就是可以避免這種 資訊接用 好 那這個技巧呢 跟上面這個技巧呢 是相似的 那如果你乍看還沒有看出來 別慌張 好 你稍微想一下 因為這個這個實作呢 跟上面絕對只是那個技巧 就是把這個原本有是有分支的 把總和沒有分支 好 然後呢 欸 如果這個技巧你懂的話呢 下面這個例子也是也是相似的 就是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 呃 我們我們講這些 呃 講這個惡普數啦 好 講這個數值系統啊 其實最終我們就是要英文 好 然後 呃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呢 意有為盡呢 其實這東西是很tricky的 好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另外一個 很強大的東西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就是 呃 Elon Anderson 他整理好 他他是整理什麼呢 就是包含做很多像剛剛講的 就是這種取決類值的 好 那這樣 這樣技術是 是操作很多的 那注意到你不需要 每一個都 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理解 好 說真的有很多東西是不是那麼直覺 好 但是呢 呃 這些機制呢 你勢必要有 有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不可能 衝不到你去寫程式 你寫程式呢 一定要 往往會依賴 函視庫 好 會依賴 這些API sample 甚至 仰賴 現有 open source 的成果 好 這個是 你我都無可避免的狀況 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 很有意思的地方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往往呢 這些 呃 不管是 我們講這些底層的 firmwork library 或者你 你已經找到的這些 open source 的東西 都有很多你 很難 理解的東西 那裡面很難理解的東西 往往它就是 可能就長得正負德性 就是說 如果你 你就想像這樣一件事 你就看到一個 一段open source 的程式碼 長這樣 對不對 那 你可能很難想像 其實 剛才看到怪怪的程式碼 它的意義氣質 就像你這個 好 那為什麼我要把這麼 大費周章呢 有一個人周章是什麼 就是說 它可能有好幾個考量 第一個 第一個是 為了孝順水下化 因為上面 上面那輪程式碼 是涉及到什麼 分支預測 那這個 A大於B這件事呢 如果 總是猜錯 就是 如果 A跟B是 尋常兩個數字 我沒有特別去規範它的範圍 那所以 A大於B 這個成立的機會呢 如果是 它是 呃 我沒有特別去聲明的話呢 它有50%的機會是成立 好 那也有50%的機會是不成立 但是更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是在 沒有特別辦理的時候 這個整個處理器技術有很大的一個突破 導致的效能的折損 你可以透過這種技巧 像 我們用這個 這個部分 好 然後 呃 這個是我們探討什麼呢 這是計算機編碼 那此外呢 我也沒有跟大家探討了 就是 帶了 就是我們講的數值系統 無可避免就要開始講這個 所謂的 Bwise operator 那這個東西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 就是 我們之前有舉到一些例子 比方說這個例子 對不對 還記得吧 就是講這個 呃 我要把 資源轉換成小寫 不管是原本是大寫小寫的 好 那也有可能把這個資源 把這個 把它換成大寫 然後呢 這個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在之前有帶著大家去看那個ASCII SCII 那個ASCII的那個 表格 那其實它表格呢 是有那個什麼 它是有 它排列是有它的順序跟它的道理的 好 好 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 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操作呢 它有非常多應用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很經典的應用 這個經典的應用是什麼呢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要交換 兩個數值 好 那 你可能會實作一個 類似Swap這樣的一個 方式 好 那這樣的一個函式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因為在西語言來講的話 在我們之前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好 在韓式呼叫片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說呢 呃 提過什麼呢 在西語言裡面呢 好 就 沒有什麼call by pointer call by refund 沒有 好 只有一種東西叫什麼 call by value 就是說我今天在 Function code的時候 所傳遞的參數 本身都是什麼 都是一份副版 好 所以呢 如果你把這個信息拿掉 也就是說你不是用指標的形式來傳遞的話 你會有個問題 還是什麼 你是傳遞指標的 就是傳遞一份數值的副本 也就是Integer x Integer y的副本 好 那這樣完全起不上我們什麼 我們想要交換數值的作用 對不對 我們想要交換數值的是什麼 是要改變說原本有一個x 原本有一個y 我想要改變的是 s原本存的地方 跟y原本它存的地方 而不是它的副本 副本 那怎麼改都沒有什麼意思 好 所以注意到 你為什麼需要一個什麼 Point to integer 就是你看左邊有一個Point to integer 右邊又有一個Point to integer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吧 我們是希望可以改動的 不是副本的內容 而是我們所指向的位置 好 那接著我們可以去思考另外下一題 為什麼西語言裡面的swap 是沒有內建的 對吧 你看這樣 我們平常很多時候都需要swap 對不對 我要交換機體兩個地方的地址 的位置 就是那個數值 這個東西是很常見的 甚至有些CPU還內建 比方說on有一個指令叫做swp 那swp呢是什麼 它就是一道指令 所以你看 這很有趣 再重想一下 整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 就是在很多CPU架構 包含說intel也好 on的架構也好 基本上swap 這個東西是內建的 而且不管是intel架構也好 on的架構也好 這兩個架構其實它的 意義就是交換兩個機體空間裡面的數值 所以你發現 那個 組合元都內建了 CPU內部都有提供那樣的指令 但是西元既然沒有內建 為什麼呢 西元之所以不內建swap 有兩個考量點 第一個考量點是什麼 就是形態 在西元的設計來講的話 希望保有足夠的彈性 那有些設計呢 它可能帶來一些足夠的通用性 比方說像什麼呢 比方說像 qsalt qsalt qsalt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它今天呢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就是排序 注意到我們既然qsalt跟quicksalt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不見得要用quicksalt來實作 事實上西元規格也沒有講 這個qsalt就是quicksalt 不是 qsalt就是salt 就是你可以用bubblesalt來實作 你可以用murchsalt來實作 你也可以用quicksalt 或是一些複雜的introsorts 反正就是有很多這種排序的方式 但是總之西元還是固 只提供一個界面 所以你看到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界面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是第1 2 3 4 第4個參數 第4個參數也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要排序的時候 我把需要排序是從大排到小 還是小排到大 反正我不管 我把它讀例什麼 把它變成一個function 然後呢 所以我們實際上傳遞的是 傳遞的是什麼 一個function pointer 好 所以注意一下 這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這看起來複雜 其實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pointer 這比較會 這個框起來這個地方 就是你看我這邊框起來 好像很長 但其實它最後就是一個數字 一個function pointer 那如果說你對這方面的認知有點障礙 沒關係 你可以參考這個 你所不知道西元的指標篇 好 然後呢 但是接著來看一個東西 你看 這個東西在講話呢 就是它帶有足夠的彈性 你看我就是 我只要傳遞一個什麼 我要從哪裡開始排序 好 那我每一個元素 就是排序 每一個元素它多大 就是多寬 然後再來是總量 然後總數 比方說我有一千個元素 那每個元素都佔四個百 那我就各自 就是第一個帶它的那個參數進去 第二個帶它的每個四個百 然後總量呢 總量什麼 總量就是那個 你看看你這個有多少個你想要排的東西 你就依序把這個東西輸進去 好 然後再來是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說抱歉好剛才有個地方沒看清楚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哪一個 有多少個element 所以剛才的一千要輸在這裡 好 那四要寫在這裡 好 然後呢 就是說你看這個排序的裡面要講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很明確表達了它的大小 但是你看 這就是跟那個swap 就對不上 swap來講的話呢 我當然可以明確的寫出這個integrate多大 那請問如果要變成是double float 或者是其他的形態 所以你該怎麼辦 所以蜥蜴蜴為了這件事就乾脆不提供了 所以變成swap 你要自己寫 那個sort是不太一樣 qsort這個東西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它現在是一種包裝技巧 它把這個comparator 就是這種比較器的 變成一個帶一個function pointer 然後你去輸入一個什麼 所以說它這個要從哪裡開始 有多少元素 然後它的個別的大小 好 好 回到這個case 我們來看swap swap 你看這個有趣的這地方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swap的時候 你直覺上去實作都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中間值 你今天要交換點a跟b 那我一定要把a的值先放到某個地方 然後b的東西放到原本的a 然後再把它弄回來 你可能需要一個暫存值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用到excuse over 來避免用到中間的這個數值 然後你會想我這樣少一個區域變數有什麼好處呢 有幾個考驗點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說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 一個什麼 沒有一個 一個 一個暫存的變數 就是暫存的變數 所以我第一個什麼 我不用去配置空間 即便是那個區域變數也不用配置 當你會好奇來說 我省那麼小的空間來幹嘛 那其實更關鍵的是第二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 就是說以這邊來講話 我們甚至不用去管 x跟y的形態 所以你看 我今天如果是int也好 double也好 對不對 我從頭到尾 如果你今天是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macro 在我們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C語言來講的話 我們有個前置處理器篇 那今天就講了一些技巧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 透過excuse over 來使做swap的時候 你中間就不需要配置 一個什麼 額外的空間 這件事對於寫macro 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寫macro的時候 很怕這樣 再建立新的一個 建立一個變數 或者有個宣告 然後會命名上會衝突 這我們在建立macro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某些這個 硬體架構 在硬體架構來講的話 就是 比方說像Aunt 我們知道Aunt其實是一個家族 這個家族其實非常複雜 就是說 它有針對microcontroller 所謂微控制器的 也有針對手機 伺服器的 然後也有針對一些realtime 好像車用電子 所以你會發現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Aunt它是一個家族 然後事實上它的暫存器數量 在某些模式 尤其是特定模式下 它能用很少 比方說你可能知道Aunt 在一個有一個特別的模式 叫fiq 在這個fiq 你可以看電腦的詞彙 電腦技術的東西很有趣 有時候你找資料的時候 不用急著去讀這些文章 你看這裡任何一個連結 人家點進去都很辛苦 有個簡單方法就是看圖片 看圖片要怎麼選呢 其實很簡單 看到你覺得好像很專業 看起來比較舒服的東西 就點進去吧 如果一個看不完就看多個 然後你看 在這個畫面中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你可以看到這個來講話 這邊是暫存器 R012345 這邊有好多暫存器 可是有趣的是什麼呢 這個暫存器能用的時候 能用多少個暫存器 是要看狀態的 所以事實上在某些狀態下 比方說這邊 我們剛剛有提到fiq 在特定的狀況下 其實能用的暫存器就是被限制住 既然能用的暫存器被限制住 所以往往我們就會遇到很尷尬的狀況 最左邊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通用暫存器的總量 它是通用的 可是在特定模式下 比方說fiq 我們就被限制住 你只能用那幾個 比方說這邊畫面中 我們可以看到R8到R14 所以你看原本是01234 然後一直到15 所以總共有16個 但是你看在這個模式下 你有興趣自己去查什麼叫fiq 總之它有個模式叫fiq 在這個模式發生的時候 其實你只剩下畫面中 這麼少的暫存器 當然在其他模式 能夠用的暫存器數量就更少了 所以往往你不得不這樣 去用一些技巧去縮減對暫存器的依賴 好 但是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好玩的地方是 基本上像這樣一道指令 這樣一道指令 幾乎都可以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 暗的一道或是兩道指令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最佳化的技巧 那當然 也許你不是那麼在意這種 你稱為叫deeply embedded 就是說它不是只是 embedded而已 它是deeply embedded 就是說它的資源是很有型的 所以如果說你不是那麼在意這個資源的時候 其實它有東西還是有用 像這個 就是說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其實怎樣 還是一樣 我們前面講到的 常數之間的這個自信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說像我們這邊確保說什麼 確保說 好 我不管它的那個輸入是什麼 我確保什麼 它指定週期數量是一樣 這個東西有機會避免關鍵資料的那個資訊系統 好 好 那麼來繼續再探討 那我們了解數值系統 之所以要這麼挑剔的了解 我們現在都還是講整數的 我們等一下晚點還會再講這個福點數 那我為什麼要那麼挑剔的去了解這個議題呢 其實往往就是這樣 避免你犯了不該犯錯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像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很有趣 就是S加Y除以2 S加Y除以2這個東西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不小心 或是沒有注意到它其實有什麼 Overflow的可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講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什麼叫做Binary Search Binary Search這個東西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也就是Binary Search很早就被提出來 但是一直在什麼時候才證明它的正確呢 你可以來參考一下 就是打這幾個關鍵事啊 這個叫什麼 這叫Binary Search 那個什麼Crediting is Prove 就是說呢 Binary Search這個技巧 其實這個技巧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我們現代的電腦發展之前 其實Binary Search是被提出來的 再講一次啊 Binary Search它是一個演算法 但是這個演算法呢 在提出之後過了10年才被證實它是正確的 而且呢 在早期的那個演算法裡面還有錯誤的成分存在 那其中有個錯誤的成分呢 就是剛剛那個S加Y除以2 或者A加B除以2 A加B除以2這個東西很關鍵 就是這個地方呢 有可能會錯 為什麼它有可能會錯呢 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AS加Y也好 A加B也好 有可能會發生什麼 有可能會發生那個 Overall 你去思考一件事啊 就是說 如果呢 你衝動到的只是 左邊加右邊 好 那你要找到中間很簡單 左邊在這裡 右邊在這裡 就是左邊加右邊 之後呢 再除以2 回得到中間 對吧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如果呢 你的左邊跟右邊 都已經很靠近了 很靠近 整數的上界 好 那 尤其是你如果它是5號數呢 它很靠近5號數的上界 所以你看到 我幾乎都已經到5號數的這個 或是整數的最大值了 我就兩個數加起來 所以加的時候呢 我只要一加就Overflow 那你對一個已經Overflow的東西除以2 會發生什麼事 好 這件事是什麼 是Undefined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 在這個系列裡面有一個叫做 未定義行為篇 那請你可以教他對照 未定義行為這件事很重要 在西元來講不可能對每件事都做充分的定義 這件事 你不覺得很不知覺 這件事 就是在西元裡面 有很多議題是直接被講說這個東西叫未定義 像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如果X加Y已經是Overflow 我對一個Overflow的結果去除以2 這件事的操作呢 其實這樣 是Undefined 好 那你說奇怪了 程式語言不應該是很 不是應該要很嚴謹嗎 對不對 這些搞理工的 不是要怎麼 理工治國 不不不不 不要亂講 不是應該很精準的去說話 怎麼會在西元規格書裡面就講它是Undefined 注意到 為什麼西元呢 要允許一些情況 或是特別聲明這些東西叫做Undefined 很多時是為了做最佳話 你去思考一件事 假設你今天是看到這樣的程式 就是X加Y先做完 做完之後除以2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我接著又乘以2 再講是 S加Y先除以2 再乘以2 好 那麼你去思考一下 S加Y除以2再乘以2 那最佳話呢 就可以做什麼事 我不是先除2 又乘以2 對不對 我就跟著 就不除了 也不乘了 好 也就是說我看到S加Y的結果 如果先除以2再乘以2 我就把它當作S加Y 好 那這件事很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保留一個編輯器最佳化的空間 反過來說 如果S加Y 不管它有沒有發生offload 最後都會有個什麼 都會有個數值 這個數值呢 我就勢必要去處理 我就是勢必就要怎樣 勢必就要 要發出警告 告訴使用者說 這個什麼 這個引用發生offload 不能再做下去了 那也就是說剛才S加Y 已經offload 我停下來 所以我這時候再除2 再乘2 已經是無效的 也就是說我後面做這些最佳化 是沒有機會做這種最佳化的 那可是呢 S加Y 會發生offload 畢竟是特定的狀況 所以邊編性的 可以先假設一件事 假設offload 這種特別的狀況 它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這責任在什麼 在你 就是城市開發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為什麼西元 會容許 那個undefined behavior 很多時候呢 是為了什麼 這個最佳化 好 那除了做這個最佳化以外呢 我這個西元也希望怎樣 在實作層面 這個就是語言的實作層面呢 儘可能對底層的硬體 是有把它做對應的 好 那在很多硬體來講的話 都有一些對應的這個機制 好 那反過來說 如果一個城市語言 他保存辦法把很多事情都定義了 好 那這樣的話 又要轉換成這個對應的這個組合元 就非常困難 好 那接著呢 你們來看 就是說我們要避免這個事情 你可以怎麼做呢 有趣哦 你可以這樣子寫 好 再講一次 這個東西 S加V的結果 算完之後呢 除以2 好 然後剛才那段程式碼 竟然可以轉換成這樣 好 我們先不管它的這個原理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效果 效果在哪呢 你看到 我先S跟Y做什麼 做N的運算 所以呢 我做完N的運算 之後呢 我可以保證 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都是 Unsigned 就是它5號數的話 我可以保證什麼 就是 這個結果 一定是 一定是 X跟Y 就是 一定是小於或等於這種SY 所以 以前的S加V有可能會 Othrow 但是呢 我先做N 去吧 反正這個最後的結果 X跟Y做N的運算 那我一定是 小於XY 這樣的一個 就是S X或Y的這個 的那個 的數值 好 然後後面呢 是這個關鍵點啊 後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有趣啊 你看到什麼 位移 你現在看到位移就要去想 這個東西呢 是 算數位移 還是邏輯位移 那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啊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去解釋呢 就是說呢 這個是向右嘛 向右 就是向右位 就是向內除二嘛 在二進位裡面向內除二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你要怎麼去理解呢 這個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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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了啊 這這時候呢就要去參考一個東西 叫什麼呢 叫做二進位的加法器 哎呀尷尬 這個連結是 失效啦 好 然後這個呢 你可以去搭配看一下 就是說 如何用西元做二進位的加法 那 呃 你就會從這個什麼 從這個 從這些 基本的這個 布林代書開始 好 然後呢 你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呢 什麼就是那種 加法器 就半加器 好 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說我們在 實做一個加法器之前 一個我們所謂叫全加器 那這個全加器呢 其實 你會看到說 最重的結果是長這樣 就看起來複雜很多對 但是我會把它拆得比較小的部分 那你看拆得比較小的部分呢 就很有趣 那從頭到尾是什麼東西的組合呢 就是這個 這個 你會發現說呢 我用過什麼 exclusive or 跟這個and的電路 我先做一半的 這一半呢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A加B的結果 好 那一個是有沒有涉及到 敬畏 這個carry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把這樣的技巧 注意到 我們來思考一下 把這個技巧呢 看看這個東西 我們把這個這樣的技巧呢 把它帶到這邊來 好 我們在思考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S加上Y再除以2 那這件事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拆開來 你說S加Y除以2 這件事我把它拆成 S先除2 再加上Y除以2 這樣對不對 錯 為什麼呢 你想想個簡單的事情吧 假設S是3 Y是5 好 那S加Y除以2 先做S加Y 再除以2 這會得到什麼 好 3加5很顯然 得到8 8再除以2 比如4 反過來說 如果是S先除2 跟Y再除以2 把它加起來 會發生什麼事 3除以2 整數成 除法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1 好 那同理 5除以2 整數成 除法會得到2 好 那這個1加2顯然就怎麼 就等答案就是3 3跟剛才期望的4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子猜 好 但是我可以怎麼猜呢 假設呢 像剛才的例子 就是 好 我們來看 直接來看那個 再講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是什麼 就是S呢 是 剛才講到3 好 那Y呢 是得5 抱歉打錯了 5 S3 好 然後Y是5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我今天呢 S除2 好 然後呢 這個什麼 Y除2 好 那這樣的行為跟我們預期的這個S加Y 好 除2 這個行為是怎樣 是不一樣對不對 這邊 一個是 一個是 答案是3 一個是4 好 但是呢 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可以 我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 假設呢 我是將S加上Y-X 那除2 好 然後呢 你看 欸 我這樣子 我這樣子拆就 就就就就合理 對不對 再再思考一下 就是 我如果把它拆成 S除2 跟 Y除2 那這樣得到 得到結果呢 不是我們要的 好 對不對 這個 我們之前就 就探討過了 但是呢 你這樣子拆呢 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這個操作 好 所以你大概知道這個意思 好 然後呢 我們再回想一下 剛才講的Binary Search 我們剛剛有提到呢 Binary Search 它的 它的什麼呢 它是過了10年之後呢 才證實 這個實作是 這個也算是對的 好 那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它之前被實作呢 沒有完全正確呢 有個很大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範圍 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好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證明 一個程式是正確的 這件事呢 比各位想像中的可能會複雜很多 即便是這個Binary Search Binary Search 其實說真的 你不用學Compute Science 大概也可以想得出這種 這樣的方法 對吧 就是你找一個數值 找一個資料 對 讀書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讀書的時候 你就會分 我先分 左半部 右半部 左半部又怎樣 右半部又怎樣 對不對 你會分各 但是你要證明它 這個演算正確 以及它實作正確 竟然耗費這麼長的時間 那過了很久 人們才發現什麼 像是這個A加B除二 有可能會發生Offflow 既然發生Offflow 結果就會導致不正確的結果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應用 這個應用也是很有意思 這個應用呢 好 你看 先來思考一下 先拋出一段程式碼 注意到 這段程式碼是真實世界存在的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呢 直接跟你講結論 這個程式碼跟STRLEN有關 你不覺得很神奇 好 來看 看程式碼 先來講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 是你看到這個網址可能有一點概念 它叫什麼呢 叫做 opensource.apple.com 這個apple的open source 那也就是說apple的很多產品線嘛 像這個macOS mac上的那些tour券啊 或是它一些 它有這個server的產品線 那裡面有很多其實的open source的東西 你可以剛剛底下有什麼webkit啊 有這個sd11的iok 不然說apple自己的作業系統的核心 那這個這個部分的程式碼 注意到這個程式碼呢 是有open source出來的 那 所以我們這邊呢 只講什麼 strlen的程式 那我們就舉那個什麼 apple的這個source code 那當我們這邊舉的source code 很舊了 你看這個上面寫這個carbure date 然後就很舊了 那這隻東西有趣在哪裡呢 有趣的地方是 好 好 回想一下strlen的功能是什麼 回想一下strlen strlen 是給什麼 給一個自竄 更正確的說法是什麼 是給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呢 它會指向一個什麼 它會指向一個 以Null pointer 以Null byte 為結尾的什麼 的sysstyle的自竄 好 然後呢 你看哦 我們給你的這段程式碼 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ostandbury 對不對 然後 上面有寫嘛 是un的主合園 你說啊 我又不懂主合園 你不是在講七元 你跟我講主合園幹嘛 好 但是不要慌 不要慌張 你看哦 雖然它是主合園 但是 不全是壞事 因為你會聚焦在 你唯一看得懂地方 對不對 你會聚焦在 至少註解嘛 對不對 你會認真看註解 對不對 你不會看立論 你會看註解 好 然後你就看 認真看這個註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你發現整件事有點怪怪的啊 對不對 就是上面呢 是一堆組合園 我也沒有跟你解釋 我也不打算跟你解釋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到一堆數值 對不對 這是一個數值 這又是一個數值 這還是一個數值 好 那繼續往下看 你接著又看到更怪的東西了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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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像這個 這邊 對不對 這邊是註解 但是 你發現 奇怪 你不是只是組合園 沒有看懂的 你連註解都沒有懂 好 請你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 就我們接著要準備來跟各位解釋 接開這裡面的這個 謎團 好 休息一下 好 繼續 我們剛才看到的就是 你可以注意到像這樣的一個 SDR-L1N的 就是 計算 給定的什麼 給定的字串 它的長度 這樣的一個韓式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用iPhone 你每天都在執行這段程式碼 好 然後呢 有一個意思的地方是 今天Apple把SDR-SDRi給你了 所以你 pound 所以你看到一個 很尷尬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不是Open Source 你就會用了 對不對 你看這個東西 說真的 你去找那些 號稱 組合員很強大的人 可能也講不出一個說意 план 組合員一點都不難 其實 我們要造一件事 就是 其实最难的地方是自然缘 自然缘是好讲 好说 好看 就是在这个 依旧我们人的习惯 但是距离解多 远 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尤其我们是汉语是很尴尬 汉语就更不知道 在讲什么 比方说我喜欢上你 要看男的讲还是女的在讲 这个很尴尬 语上是完全 有可能会偏差很大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件事 这件事你可以注意到什么 就是这段程式码显然 它里面存在很多什么 存在很多数值 这个数值呢 跟你今天想象的这个什么 行为就会有去落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要对数值系统有足够多的概念 否则你是看到这样程式码 你只能干嘛呢 你只在那边举足 举足 举足是什么 举足 这个举足是什么梗呢 来看一下 这个你可能在中学的时候有讲过 这个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除国 除国呢 有一个人写信给什么 燕国的相国 你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个人呢 他其实没有 一定在某个地方 那个年代很多那种 很多这种不同的这个 说客 反正就不同的人 不然说孔夫子也是跑来跑去 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没有真正的国家的概念 然后这个人写信呢 要写个燕国的相国的时候呢 发生什么事 这光线不够亮 就跟他的仆人 旁边的人说 举足 那仆人呢 就把那个 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没有那个灯啊 没有那个好用的灯 只能用到烧那个什么 烧那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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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一些小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很尴尬 就是他不小心呢 把这举足呢 写在什么 写在这信里面 结果呢 这个燕国的这个宰相呢 看到这个信里面呢 就想 奇怪 怎么里面有举足 好 这个举足呢 就开始干嘛 就开始幻想了 对不对 就是 通知这个对岸的话 这叫什么 叫义淫 说起叫歪歪 那就是说 就开始义淫这个词 这个举足来举足去 那结果呢 结果后来呢 当然是好的结果了 就开始 国家就变强了 不过这个 这个你不觉得 这个很鬼策蛋吗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这么贵 就是叫穿着付贵 那 如果 你要各位一定要很清楚 如果你对数字系统没有概念的话 你一天到晚就要举足 就算给你source code 就算这个source code呢 可能不见得open source 有可能就 有外泄出来的 有没有看到很多那种 不想流出来的source code 就算你看到了 你可能遇到跟你画面中一模一样的状况 你去查了 暗的组合员 你还是不会知道在干嘛的 因为暗的组合员告诉你东西就非常简单 他就跟你说 哦 这个东西在测试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 就是类似这种 就是 我这种东西在做减法 这个东西在做加法 你还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回到什么 回到万物的本质上 好 那 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名字叫做detect 它是一个具体 然后呢 认真看这个部分 这个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值 跟这个数值 那 你心里要有点概念 这个数值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来思考一下 2的三十二次方会是多大 就是 先看小的 2的十六次方 是六五三六 这都没什么忘记吧 那2的三十二次方呢 诶 你看到什么 是 四 四二九四这样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是2的三十一次方 诶 你发现这个数值 跟这个数值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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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对起来 再看一次啊 看到 这个 这个东西是 二一四 四七嘛 对不对 那所以 诶 看起来对得起来嘛 但是数值有差别 对不对 注意到后面是六十八 那这个是六十七 好 那同理呢 如果说呢 我今天是2的六十三次方 那就是得到这个922 然后反正后面这个 然后呢 诶 诶 这个东西 诶 根本就这样 根本就只差一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事情了 上面呢 是2的三十一次方 下面是2的六十三次方 那 依据这个 你对五号数的认知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什么是 诶 上面其实就是什么 上面就是三十五元版本 下面就是六十四元版本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我这个写法 而且底下也有 底下也有讯息 对 就是说 我上面就针对三十五元 底下就针对六十四元 好 注意到呢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这个数值系统 或者说 为什么要 从这些看起来 基本的东西讲 为什么这个整个系列 我们这么讲 你锁不到西元 因为 这才是各位看到的东西 你的程式码在二十一世纪 对不起 你不可能每一行扣都是自己写 这件事不存在 对不起 这件事不发生的 你就算要自干 对不起 你还是要再先有一个 可以让你开机 可以让你设计软体的环节下 对不对 那你免不了就还是会沿用一些机油的东西 对吧 就像石虎一样 对还记得吧 好 那所以就说你不可能就是你要画15就还是要先画个报 对不对 就是你会有这种就这种困境 好 那所以呢 与其与其呢去去琢磨说每一行要懂 不如说什么 不如说我们去做好这个准备 至少呢 你看你光从这个数字方法就可以分得出什么 上面是30元 底下是64元 然后下一个一题是这个东西 这一个跟这一个 看起来呢 虽然数字是显然是不同的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种形式 这个形式你们注意到这个808080 你会发现这个8080 你看到 你把它复制起来 这个8080好像有点熟 对吧 这个8080不就是这个8080 好 对 没错 就是那个8080 好 所以这个8080到底在扒什么鬼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来看 就是我们来想 就是刚刚那个是 就是iOS的程式码 就是最佳化过的 针对on最佳化过的 这个sdr1en 那我们呢 看到这种最佳化的程式码 往往都会觉得很慌 毕竟跟我想象不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最佳化的东西长怎么样 没有最佳化的东西呢 它就是这样 sdr1en 我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进行试试 听到形态 第一个呢 它是在它的include file C原标准的话是string.h 然后呢 再是什么 注意到返回值的话 返回值呢 这是size底线t size底线t呢 在C99是回饭的 它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五号数 好 所以你看到 我返回东西是一个 五号数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一个 一个子串嘛 对 然后这边注意到 这边有个constant constant一个是什么 修饰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要实时做sdr1en 基本上就这样实时就可以了 就是 很单纯嘛 对不对 你就可以开头 一直找什么 找这个结尾在哪里 如果没有找到 一个 一个 now terminator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你就是一直往指标 推动 然后呢 所以就看什么 你开始在哪里 那推动到 停下来找到什么now terminator的时候 你就去看它的差距 注意到 那这个东西完全没错 这是对的实作 你要在画面中挑出其他毛病 是很困难的 但对不起 在21世纪 效率不好就是错 就是想就是说 一直到 你看一直到最近 就是一直到今年 宏达店都还是有出货 而且宏达店的手机出货 其实也是OK的 它不是零出货的 它也是有出货的 也是好几万台 但是只出货几万台 对不起 在21世纪就是不及格 21世纪的标准 手机出货就是要上百万 上千万 或者更多 对不对 没办法 这就是我们标准哪高的 同理 这段程式码呢 它只有一个错 就是它不够好 为什么它不够好呢 就是因为它一次只能解采一个by 一次只能走一个by 可是呢 你的电脑呢 它是三十欧元 一次可以处理三十二byte 你的电脑是六十四位 可以怎样 一次处理六十 呃 讲错了 三十欧元 一次可以处理三十二byte 好 那六十四位呢 一次可以处理六十四byte 也就是八个byte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我们去思考 我们如果今天是一次处理的资源 推动下一个资源 推动下一个资源 这慢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我一次呢 怎样 一次先处理八个资源 四个资源 好 而且呢 我去看这个八个资源里面呢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NOW TERMINATOR 就是这个 就是NOW QUESTION 好 就是这个 如果NOW TERMINATOR 存在的话呢 那我就停下来 就是我这边一次收进来四个byte 或者一次收进来八个byte 我只要发现里面有NOW TERMINATOR 我就停下来 我不用再找下去了 否则 如果里面我 我扫描之后发现什么 NOW TERMINATOR 是不存在的 我就推到下一个四个byte 或者下一个八个byte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关键在哪里 就是去 森测 给定一个 四个byte也好 给定一个八个byte也好 我能不能去看 看得出它也没有NOW TERMINATOR 好 那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我觉得 所以那一段程式码来在做什么事情呢 好 它其实就在找 找说 找 所以这个8080 这个东西挺有趣 你发现它什么 它本质上就是前面讲到那个什么 它那个 一个MASK BIT MASK 而且这个BIT MASK 可能是告诉 是吧 就是告诉我们说 给定一个数字范围 比方说给定的32BIT 或是给定的64BIT 透过这个组合 我可以看得出什么 有没有存在 有没有存在什么 有没有存在这个 NOW TERMINATOR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怎么用 那这边举一个 例子是 FreeBSD 哦 尴尬 这个 列出程式码的时候 有一种风险就是程式码不见 好 没关系 我们推到 咦 为什么程式码不见 我们想想 咦 这个换掉了 虽然不知道换版本 那3BSD 诶 尴尬 好 这个我要秀一下 好 呃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咦 底下就有程式码 来看一下NEW LIB NEW LIB 是什么呢 就是呃 我想一下怎么给各位解释 NEW LIB 是这样就是说 有没有想过一些迁入式系统 就像一些 呃 以前的手机 现在手机变得很复杂 但是以前的手机 它就是一种迁入式系统 它最主要功能就是显示时间 然后可能有闹钟功能 或是有些声响功能 甚至有些手机还有一些什么 连线功能 对 就比方说可以蓝牙或是红外线 但是不管它有多少功能 本质上它的功能是出货的时候 大概就固定了 当然现在手机不一样 现在有些什么智慧手机 它可以扩充 什么心率变异 好 那总之 NEW LIB 这种 这样的一个 open source的划绝 它就是在干嘛 它是一个开源的专 它专注在 让这种迁入式的装置 可以在什么 没有作业系统的前提下 比如说这边你看 旁边写什么 unbill mental 就是我没有作业系统的环境下 我还是可以用西语言写程式 所以我就需要 要预先提供西语言的韩式库的实作 那这个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的有个系列 有个那个讲座叫什么 叫做执行时期 就是西语言执行 西语言执行时期的那些韩式库 就稍微提到这个部分 你看到这个 刚才那个就是侦测 真正大 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 好 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假设 到了76行的时候 假设到了76行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了alignment alignment在什么 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里面的讲座 我们有一个部分 就在讲alignment 怕你不知道 还是讲一下 这个有应该叫什么 叫做 记忆体管理 对齐 以及 硬体特性 这是我们有讲alignment 那这个alignment在讲什么东西呢 看图 看图 就是说 如果 你看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架构是这样 就是说 我电脑 假设我是32元 所以我就一次可以处理4个byte 好 那如果说 你一开始已经对齐了 对齐开头 所以你看 我这样是 CPU可以一次可以截取4个byte 我下一次截取的是整个4个byte 可是如果刚刚那样是什么呢 你开头不是这么 不是那么 对齐的一开头 你是稍微有偏差的 所以呢 我也要截取出完整的这个4个byte 我其实要Fetch两次 就是 我资料要 读上面一次 读下面一次 再把它合成起来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会有一些效率上的问题 好 那假设呢 假设什么 假设 上面已经做好这个alignment 至于这个alignment怎么实作呢 请你对照看刚刚才那个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基底管理 讲这个对齐啊 还有这些硬体特性 好 那总之呢 假设这个东西处理完了 这个就好了 只要呢 里面没有侦测到 有nual parameter 有nual character 好 你不知道在干嘛 我就继续再 我就是继续再比对下去 如果有的话呢 我就停下来 所以你看 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刚才那一段程式码 好 注意看啊 这段程式码 它的执行呢 也是什么 也是常数时间的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 我们今天讲这些by's的操作 我们讲长数时间 甚至讲什么 咨询安全 然后讲些什么最佳话 你会发现 它都回到同个源头 什么源头呢 就是你对这些数值 有多么充分的认知 如果你没有认知的话 对不起 给你这个source code Apple的程式码 那么大方给你看 对不对 你还不知道在看什么 所以呢 要脱离这个愚昧 脱离这些 我们这个 要脱离文盲 就是21世纪文盲 不是你没有读书 而是你读了书 还是不知道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 这是21世纪文盲 所以我们要去想办法去什么 跳脱文盲这个阶段 那跳脱文盲这个阶段 其实就很需要 这些对数字系统的认知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就是同样的技巧 可以用在哪里 比方说这个strcpy strcpy也是一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们 要怎么很简单的去实作 那个 这个什么 自串的笔 自串的那个 的那种 copy 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 这么简单就可以实作 这个就是90万跟96 就是给你一个开头 给你一个结尾 所以我就一直干嘛 去做这个 读取 读取这个 读取这个 读取我的资料的源头 然后呢 我就做什么 做assignment 然后呢 因为我每次呢 这个 因为那些 那些 那些 就是什么 它就 取得到0 0的话 在西元来讲 只要 就是 处跟force 怎么分 就是一个 force 就是0 那不是force 就是真 所以 负1是真的 1是真 负2也是真 负3也是真 但是0就是false 就是假的 好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很挺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其实光靠这一行程式码 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实作出 呃 实存 copy 但是一样 这个效率不好 所以呢 你看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detain hour又出来了 所以你大概看到又是这玩意 所以呢 这个 讲到这边来讲话 你大概心里有底的 所以你看 我们 终于 对 这个世界的运作稍微多一点认知了 我们刚才讲那个程式嘛 不管是 iOS的版本 或是newlib的版本 基本上你每天都会碰得到 你每天只要我拿出手机 就会用得到 好 那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刚才 有提到什么呢 就是提到这个 半价器 全价器 对啊 我们也讲了这些议题 然后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去思考 我们刚才那个什么 讲这个 这些什么 所谓的加法器嘛 对吧 那你就发现这个 抱歉 又来了 这个有些连结是错的 加法器 如果各位呢 看到这个共笔 发现有些连结是错的 欢迎更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个hacknd 我们使用hacknd 有三个考量 第一个是支持台湾人写的软件 这个你台湾人的软件都不支持 你怎么 对吧 这是基本的事情嘛 不是什么同胞 也不知道 不讲那么 就是你身边就有人在写软件给你用 对不对 那你当然去支持它嘛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支持台湾的软件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呢 这些教材 如果做我们今天是用那个powerpoint 用这种pdf 形式存在的话 有很干渣的状况就是 就算里面有错 你永远是只能告诉我 写信告诉我 等我去发布新版本 但是在我发布之前 你只能看到旧的 但是有共语不一样 你路见不平 就自己来改 所以关键说你看这个讲座 至少你刚才就看到我错了好几次 对不对 有些连结是错的 所以就很难 就是帮忙来改下 好 那第三个考量的点是什么 还有很重要 就是让各位有参与感 那你可能各位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 共笔 就是在共笔里面 Hack&D呢 其实是可以允许你去下注解 就是除了你改变内容以外 你其实可以在那边提问 就是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滑鼠移到这个右边 它会显示一个框框 你可以去在那边提问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在教育来讲非常重要 就是说 因为至少在21世纪 我不认为老师会讲出完全正确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顶多只能讲到政治正确 但是内容正确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往往呢 就是 你就要自己去识变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这个教育可以引导各位去识变 那当然识变你要有一个素材 你可能开始有一个素材 你开始顺着脉络 那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然后再讨论 那这个Hack&D的共笔 就是很好的一个平台 好那继续来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加法器 那你回想一下刚刚讲的加法器 对吧 我们讲的加法器就是自文言 我们透过两个半加器 组合出一个全加器 那所以其实呢 用到的这个LogicGet是什么呢 就是用到 Or And Not 这些东西的 这些LogicGet组合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个组合的时候不是可以这样 对不对 再一直组合下去 然后 一直在组合下去的时候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 诶 其实呢 我们 在这个写程式的所谓的是什么 地回 所谓的地回呢 其实跟什么 跟这个 电路上的行为 这样子组合出来的行为 其实某个角度来讲 是很像的 在讲上 就是你在画面中看到像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它是一个电路 但是呢 电路它组合 所以为什么叫什么 叫做数位逻辑 讲这些组合电路 它就是LogicGet 一个一个组合 然后呢 这个组合的过程中 像这种 组合的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什么 诶 其实这个东西好像这个 像这边来讲话 你可能在某些地方看到一些 可能是面试题目啦 或者一些教材 会写的 像我就很喜欢举这个例子 像这个例子好玩 就知道什么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 这两行做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什么 其实是一个半价器 就是我 我相加了 但是不进位 然后另外的就是它的Carry 好玩呢 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这边有个地回故教 对吧 用这个地回故教 我把半价器 跟半价器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全价器 好 那至于这个东西怎么运作呢 请你参考一下底下这个 这个StakeOffroad的这个连结 这个应该会蛮有启发 让你去探讨 这种东西怎么去运作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再探讨 就往下推到什么 推到这个 就是像这种 数值系统的这个应用 好 那我们接着来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CountLinZero CountLinZero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其实说实上还蛮 乍听之下蛮无聊的 来看一下 但是还是要讲这个无聊 但是它其实很有启发 什么叫CountLinZero呢 来看一下CountLinZero的示意 看一下 一样啊 找你觉得漂亮的是什么 好 比方说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其实这很多变种 比方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CountLinZero 就是讲开头有几个零 那你也可以CountLinZero 就是比方说你看到 开头有1 2 3 所以我要回答什么 就要回答 就是 这边有开头的三个1 好 但是我们讲的是这个 CountLinZero 就是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有1 2 3 有三个零 那你也可以反过来 去找什么 CountLinZero CountLinZero 说起叫CLD 然后你也可以CountLinZero 看结尾的零 所以结尾有几个零 1 2 3 4 5 6 那注意到我们讲的开头跟结尾是看什么 是从这个 MSB跟LSB 也就是对应到中文就是最高位 跟最低位 我们从最高位排到最低位 那看开头有几个零 这个叫什么 CountLinZero 好 对标话就是这么无聊的东西 可是呢 这个东西很有用 有用的地方在哪里呢 比方说呢 我今天要去计算 计算对数 我们去思考一下对数 比方说呢 我这个 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对数 比方说1000 10的三次方等于多少 等于1000 那同理呢 就是10000 10000的话 拿去用这个 以10为底取log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 会得到4 好 然后呢 可是呢 在二进位的世界呢 就简单很多 因为二进位来讲 我们前面有讲过啦 就是十进位啦 对不对 你要考虑东西复杂 对不对 但是二进位单纯啦 因为它从来就0跟1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计算一个log2 近四解 就是去计算 什么 就比方说你的总共有三 就是总共有效是32个位元 然后呢 我去看嘛 去看我开头 再回想一下刚才的东西 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下刚才的那个值 就是说 你好 就是 我这个数值长这么长 对不对 但是我要取说 它是 以2为底的log 那我可以干嘛呢 我先看开头几个零 我开头有几个零 我开头有几个零之后呢 我用31去减掉开头几个零 那不就得到这个位置嘛 对 那这个位置不就是什么 这不就是 那个 以2为底log的近四解 当然说 你说后面这些东西没有算到怎么办 对 没有算到 但是我近四解就是什么 就是 31减下 31减掉 减掉这个 Count的DZ 好 那你说 这东西 看起来是可以什么 快速计算 以2为底的log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用 没关系 你可以先放在心上 这东西大大有用 那还是跟你讲一下 你还是会好奇 对 这东西大大有用 用在哪里呢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 me-medoc 这个me-medoc 它是这个 Microsoft Microsoft 最不要欢迎就是你知道那个Microsoft Microsoft的研究院 Microsoft研究院 他们一直都有有趣的东西产出来 而且很多成果也是open source 欢迎大家关注这个 Microsoft的Github的连结 那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而且 都发布的 就是关系很平凡 你看 你看13分钟前15分钟前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这个钻进来 这个很狂的 就是 你要关注 还不知道怎么关注起 这个 对不要怀疑 有reportatory 就有89页 天哪 这种事件 不过没关系 那你可以关注这个 me-medoc 那me-medoc 是什么呢 me-medoc 它是一个 机体管理器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 最早呢 他是 这个 这一位研究员 他 其实他是发展 发展 一套 他发展两套 程式语言 那这个 发展程式语言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欸 大概是 将近三万行 对你没有听错 一个是三千五百行 一个是三万行 有可能还会再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完全不同等级的规模 是差了一个数量级 但是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 如果你去比对的话 这个J1就是J1-medoc 跟这个me-medoc 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很有趣 就是 程式码比较小的me-medoc 往往的效能 在很多个条件下 还是可以比的 还是可以比J1-medoc 比较好 所以这个很有趣 好 我刚才不是讲的 这个 我们最早不是在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最早要讲 讲这个 CountVision0 对不对 还记得吗 那这个东西呢 缩写叫CLZ CLZ 好 你可以在这程式码找 好 对不要会 有耶 有这个CLZ 而且你看到31减掉这个东西 诶 诶 诶 你有感觉了吧 31减掉CountVision0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啊 就是什么 就是 计算以2为底的log 的快速解 好 所以大家先不要想看 打L打开T 一个是算 嗯 哦 打数字 诶 让我看一下啊 一阵子没看这个程式码 嗯 直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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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 用 vous 看看 你 有 是 你 不是 有 有 有 好,那你可以看到什麽呢? 這個很有趣,就是說我們剛才那個CountingZero 對應到這個GCC或是Client來講話,它就有個名字叫Build-in 那Build-in的話是什麽呢? 一般來說就是說硬體架構 它可能就針對這個特定操作會提供加速的指令 比方說我們剛才有提到像UN的指令也好 UN的架構或是Intel架構來講的話 對Swap其實它是有硬體的指令去實作的 那這個CountingZero它很常用 雖然你會覺得很奇怪,但這個很常用 那這個東西很常用,所以它有什麽? 它其實是有硬體的指令 所以Intel架構也好,UN的架構也好 GCC透過那種Build-in就可以把它轉換成對應的Machine Code 但是乍看起來還是像C的Function 所以這樣就很好用,這樣就叫Build-in-Function 那這樣的東西不是只有GCC、Client才有 這個在Microsoft,注意到這個MSC就是Microsoft C Compiler 所以在Microsoft C Compiler裡面也有這東西 它就叫做Beat Scan Reverse 然後你們有看到隱約看到下面的程式碼 如果你不是用Microsoft Compiler 你也不是用GNUD的Compiler 也不是用Client來講話 這個就是什麽? 這個就是西元程式的實作 然後接著你又看到神奇的東西 都會比較懷疑 那一段程式碼呢 那段程式碼它的本意 它的功能其實是什麽?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我去看前面的什麽? 開頭 就是開頭有幾個 所以其實我就在做什麽事情 就是其實一直在做 就是在位移 就是我就是比對 前面有多少個 有多少個什麽? 多少個零 做這樣的一個比對 然後呢 好玩另外什麽呢? 當然你可能會停下來 思考一下 給你一個提示 你想一下 8在16境位長什麽樣 10境位的8 對應到什麽? 對應到二境位是什麽? 就是那麽 10境位的1 對應到二境位它是1 那10境位的2 對應到二境位是什麽? 10 那4是什麽? 100 8是1000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呢 雖然你看起來是8 但是其實什麽? 其實在二境位裡面就是1 1000 好 那1000 你們發現整件事有哪裏有趣呢? 你看到 1000 不就是4個位 對不對? 1004個位 所以後面一堆零是什麽? 就是這邊是4個 這是4個bit 那後面好幾個4個bit 那剛好湊滿的 湊滿 就是1 然後000 排滿 好 那你看這段程式碼 它的用途 其實跟什麽東西是一致的呢? 就是這個東西 好 就是這一段程式碼的行為 其實是一致的 好 然後 所以我透過這樣一個機制 可以這樣 可以做什麽事情呢? 就是 如果你硬體上就有這樣的指令 像這樣 像這樣指令呢? 你會發現什麽是 這個其實在運算來講的話 它是 它可以做到長數時間 為什麽呢? 因為它不隨著資料形態有變更嘛 對不對? 它就是一道指令 好 那這個指令 假設CPU是一個cycle可以做完 那它就是 就是 右邊就有一個cycle 然後做一個減法 這個 所以你的什麽 執行時間 是這樣 是會固定的 反過來說 如果你今天是通過這種 位移 跟這個 4回券的方式去做的話 有個顯著問題 會跟你的輸入的形態有關 有時候呢 它很快可以算得出來 有時候它可能要很久才會算得出來 對不對?很快可以算出來的狀況是什麽? 就是一開頭就有1了 所以就很快就結束了 那什麽狀況會算很久? 就是比方說全部都是0 因為你要去計算 你要一直位移 好 那所以呢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 這樣的話呢 它不是常數時間的實作 所以底下呢 就有個常數時間的實作 注意到 這個東西 有個什麼? 有個演算法 那這個演算法很有趣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快速解 就是一些資訊 然後這邊就有個東西是查表法 這個查表法比較 tricky一點 所以我說我現在這邊不打算解釋 但是 大概可以看得出 它其實有些 技巧面 那 這個東西呢 就是 剛才提過 你可以用這樣的東西來實作什麽? 實作這個 快速的 以二為底的ROG 好 然後呢 我們CO字要怎麽實作呢? 除了透過這種方式 好 再想一下 這個方式為什麽 這麽調詭 這麽奇怪 好 注意看 之前的版本 對不對 之前蠻像這種東西 對 之前就有foc圈 然後有什麼? 有branch 好 除了branch以外呢 還有什麽? 哇這邊好 這邊還有這個什麽? 又還有這種判斷 好 可是呢 你看到這個部分 這個程式嘛 長得真是很奇怪 好 我們看比較簡單的 三十五元版本好了 這個程式嘛真是長得很奇怪 但是你看喔 它裡面有沒有分支 認真看 它有沒有分支 它沒有分支 它的if else存不存在 好 注意到喔 我們講 程式有沒有分支 不是只是講程式沒有if else 在西元來講的話 有一個問號也是一個分支 好 所以注意到喔 有個什麽? 問號 那是分支喔 所以像我以前教學生 那個什麽? 教教作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 剛開始在學校教書 還搞不太清楚 那個什麽? 要把那個作業規定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教學生說 不准用if else 來考驗大家寫出類似 畫面中的詞釋 沒想到 就學生把if else改成問號 他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不是啊 我們講的分支 分支是講什麽? 我不應該有這個 對應到 CPU的一些跳躍的指令 然後呢 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總共有幾個class cycle 就是程式碼 不管它原始用什麽原寫 反正最後編出來 假設有16個class cycle 16個指令 那它對應了16個class cycle 那就應該是16個class cycle做完 所以你看 畫面中這個程式碼 雖然長得很奇怪 但是好玩就是什麽呢? 它從頭到尾呢 這邊有做這麽? 做位移 然後呢 這邊有做什麽? 有做乘法 然後這邊又有做位移 然後呢 這邊是查表 注意到查表呢 查這種小的表格呢 我們一般來說 還是認定為是長數時間 注意到 一般就會有例外 什麽樣子叫例外呢? 如果你查表格 它不是小表格 是很大的 比方說 比方說有什麼1Mb 注意到 那就不會是長數時間 為什麽? 因為 在處理器來講 會有分頁的機制 比方說我有4K是一個page 所以你看 我有1Mb 或是16Mb 很大的表格 那我就要跨越不同page 跨越不同page 就可能發生什麽? 發生patch fault patch fault 不是那個page壞掉了 不是 只是說呢 就是 簡單說 它在很多時候只是什麽? 虛擬記憶體跟實體記憶體 它的觀點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就是說 我第一次存取到 比較遠的page 或是我現在沒有關聯的page 我要耗了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透過這個基地管理單元 可以協助我們建立什麼? 找出最終結果 但是因為有發生page fault 所以耗費的時間成本是不一樣的 發生page fault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耗費時間會 會比較大很多 所以這樣的實作 它就不會是抗生態 但是因為這個表格相對小 這個表格顯然不大 對不對 這個雖然你可能 你看它是32 32 32乘下這個integrate 4 32乘4 還是一個很小的一個空間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麽呢? 再來是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方式 可以去實作這個count 0 你可以透過剛才那個回圈 所以其實呢 剛才那個 剛才這個 最早給你的這個程式 那其實呢 你可以去什麽? 其實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實作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位移的 好 然後呢 下一個是什麽呢? 下一個是呢 你可以把這個bine search的技巧帶過來 好 所以你可以先做什麽事呢? 先去看 它如果說數值呢 整個都是等於0 然後就回轉32 那 接著好玩的地方是什麽呢? 我就看切割 我切割成左半部 右半部 好 你看到左半部、右半部的時候 你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麽? 注意看這個有FF 還記得剛才 在Apple的程式嘛 好像有看到F對不對? 對 我們看到F 然後呢 但是它F是什麽? 它是00FF 還有 就是你看00F 放不同位置 好 所以你大概看得出來 這個FF 它是有學問的 這個FF呢 這個學問在哪裏呢? 來想一下 16晶圍的FF是什麽? 它就是一對一嘛 所以呢 1個F是什麽? 1個F呢 是2個E 所以2個F呢 就是什麽? 我講錯了 1個F是幾個 2晶圍對應到會幾個E呢? 你看到嗎? 就是這個 1個E 2個E 3個E 4個E 然後所以如果是FF呢 2個FF 我把它評價 2個FF就是8個E 1個F是4個E 好 那所以其實這個F的組合 其實是看什麽? 1 到底有幾個E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我要做這個Countless 0呢 我現在做什麽事? 我把它切兩半 就是我反正 我就是16 我就切兩半 因為我不用從低的開始找 我從高的開始找就好 所以我就切兩半 我先找高的 那高的呢 我在切高的裡面的高的 好 那你也可以用什麽? 用這個 把剛才的程式碼 把這上面的程式碼 把它改寫 就這段 把它改寫程式碼 你發現說 其實反正我這個位移 就可能是位移 位移1個byte 也可能位移2個byte 也可能位移4個byte 8個byte 16個byte 像這樣我去 可以把它改寫什麽? 改寫程式碼 用把這上面的東西 改成這個 就是byte shift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乍看 我相信各位應該 都有看過類似的程式碼 乍看就是很不直覺 但是隱約來講話 你就發現什麽? 你可能就剛好看過 今天講的這個什麽? 講的數值系統 你可能就有點感覺了 對吧? 尤其你在看多了 open source code 就更多認知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繼續看 那在西語言的這個 韓式庫裏面 就是在puzzis 注意到puzzis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什麼? 這個西語言的所謂的那種 library 其實很多元 注意到這個不是西語的標準 但是它是擴充的 這什麽擴充呢? puzzis的擴充 puzzis的擴充呢? 在puzzis 達1 2001跟2008 裡面呢 都有一個東西叫什麽? 叫做 FFS 注意到後面有個變形 有L跟LL 就是看不同的寬度 那 這個東西好玩 另外什麽呢? 它不是String喔 是String字 你們要看到這個字 String字 這個東西是什麽呢? 就是去找什麽? 如果進行為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們講0跟1 那當然是對應到英文來講的話呢 我們不會寫1 就是我們有很多寫法 我可以寫它叫做clear 也可以寫set 那set就是說1嘛 clear就是0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我們呢 我們剛才講那個 什麽? 講那個這個 counter.0 那本質上呢 期待就是什麽事情呢? 本質上它就是 就是對應到這個 實作來的就是這個 就是FFS 好 然後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超級有用 很多最佳話都會出現 出現這玩意 好 那這個 甚至來講的話呢 有什麽On 還有一些不同的版本 可以去做這些議題 那千萬各位不要覺得 小看這個東西 就說你會覺得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什麽?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看起來很無聊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呢 在 不只在做底層的效能最佳化 其實在一些big data 對標化big data 來講的話這些都很有意義 因為這是 把原本 你就想一件事 如果今天它不是64位元 不是32位元 它是很大很大的位元 怎麽辦 好再講一次 結果如果今天要 要對一個什麽? 就是我以二為底的log 那這個x呢 它不是平常的數值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比方說有多少bit 它可能有4096 或是更大的 那如何去實作出一個 常數時間的版本? 因為如果說你只是靠著 這種回圈跟位移 你會發現一個很嚴重問題 就是執行的時間是不固定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我之前的時間不固定 那有時候會特別快 有時候會特別慢 這個在數值變越大的時候會嚴重 所以注意到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些我們講的數值系統 就是BYs很多人 尤其在台灣都以為說 這只是寫Dewindriver的人才需要懂 其實不是 你要去思考它的效益 很多東西都是小的東西適用 大東西也適用 反正假在中間你可能看不出來 尤其在台灣的人 你也知道台灣很多工程師 可能寫Dewindriver是很常見的 但是可能就錯過了 比方說到Google 到Facebook去看一些有趣的事 的一個機會 但不代表這些東西不存在 它其實都存在 好,接著我們來繼續看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技巧 還有什麼用呢 你看這個東西有趣的 你看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 乍看之下很怪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但是你看 這個很微 對不對 這個有迴圈 然後這個東西 直接講結論 這個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這段程式碼 乍看之下好像很怪 但是它可以把 位元順序 不是位元組順序 位元組順序講的是什麼 Big Endian Little Endian 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講的是什麼 是Beat Beat層級的順序 然後好玩 那樣是什麼呢 這原本是有付回權的 對不對 好,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把它改寫成這個 它是完全不需要付回權的 而且它顯然 這個是長數時間可以完成的 好,那這樣的東西呢 那有什麼用途呢 好,給各位一個提示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去想一下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它其中有個用途呢 就在於什麼 好,直接給你看 看整理好的東西 但是各位還是在想一下 如果你把那個位元的順序 把它顛倒過來 到底有什麼用 這個東西呢 大概是這樣 就是剛才那個程式碼 對不對 就是還有點一下吧 這是程式碼 程式碼 這樣對不對 好,看起來很怪對不對 但是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把這個 Beat 每個Beat的順序對調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 我們看這個追蹤結果 所以這個追蹤結果是這樣 就是說你看 就是 如果呢我今天是1010 然後 然後我們今天如果是這樣兩兩再對調 就是兩兩對調對不對 但是呢 我今天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今天要的結果呢 是什麼呢 是完全顛倒的 像這個 就是說 我今天順序 原本是什麼 11111 就是111 然後連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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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這樣順序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能會接到一個 完全電倒的東西 你看喔 這邊前面有三個1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三個1呢 它是跑到這邊來 好 那這邊呢 這邊是01嘛 那這個反過來就變10 所以呢它不是 Bite Order 它是Bit Bit Order 那所以呢 這個Bit Order的時候呢 這個很有趣啊 就是說這在什麼狀況會遇到 比方說 我今天是兩個不同的什麼 媒介 那這個媒介 你就想像是兩台不同的電腦 那我傳輸的時候呢 是 一個Bit 一個Bit 接著一個Bit去傳遞 像什麼 音效的啦 或是一些 一些通用的資料傳輸 像去傳一些訊息 你們想過像那個台鐵車廂 台鐵車廂之間 每個車廂跟車廂之間 它怎麼通訊 其實都像這樣 就是 我就是一個訊號 比方說我從高電位到低電位 低電位到高電位 那可是玩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我傳的時候呢 你看喔 我今天是高的到低的 高的到低的 那所以 我會從高的到低的 高的到低的 到另外一邊 對不對 就像波型的傳遞一樣 可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 接收端來講 接收端 你看喔 我今天是這樣子 這樣一一一這樣傳過去 那但是呢 對這個接收端來講的話 這個是一開始傳的一 那另外一半就是這樣子收進來 對不對 這樣一一這樣收進來 所以一個是這樣子 從高的傳到低的 但是另外一邊來講的話呢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意思先出來了 所以 它如果是從低的紀錄到高的 它就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呢 我們在這種傳輸這種聲音啊 傳輸這種相關的這種訊號呢 往往就會有這種議題 那這個東西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 bit 不是byte 是bit的那個順序的對調 在很多場域的是用得到的 比方說要做什麼 快速複裂 快速複裂呢 它其實會有一個 快速複裂的轉換 其實它會設計到一個bit reverse 那這樣剛才那段程式碼就用得到 好 所以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很多程式碼它長得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不直覺 但是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 不然說我們在內 為什麼要去探討這些議題 就是希望能夠解決真實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 就相當於 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來參考這個 你所不到的西元 這個系列講座 你開始的動機可能是說 我想要變強 或者去想問有哪地方沒有懂的 但是你要想 就是說 與其說我一味的說 我要變強 我要變強 不是我要看這些範例 我要像什麼 綁著布條 我要考到台大醫科 當科文哲的學弟 好吧 Anyway 如果你是抱著這樣的方式去學習電腦 寫程式會覺得很慘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沒有解決真實問題 你是把應用案例把背下來 你可能沒有那個心 沒有那個準備 沒有那個場合 去解決真實問題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今天站在的目標 你今天是設想什麼 你今天想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包含在寫程式啊 或者用這些工具的時候 你都想到說 真實世界對應到什麼問題是什麼 甚至你自己 有沒有遇到這些問題 有沒有試著把生活周遭的問題 當作一回事 比方說你發現你生活周遭就是有東西很爛啊 中文書的話很爛 怎麼辦 寫一套中文書吧 對不對 那你發現這個 你的桌面系統很爛啊怎麼辦 做一套桌面系統 對不對 就是説實際你又看到什麼障礙 就解決它 對吧 這只是工程吧 好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探討 繼續探討什麼呢 我們終於可以前進到下一個部分 來講 浮點數 浮點數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它叫浮點 對吧 這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浮點數叫做浮點 這個英文就是叫floating 好 所以注意到翻譯是沒有翻錯的 這個翻譯的是OK的 但是就是floating 什麼東西在浮 然後呢 呃 浮點 它跟我們前面講的那些 呃 一補數二補數 一樣 都可以處理什麼 都可以處理正的數 也可以處理負的數 但是呢 它跟整數到底有什麼差別 很多人覺得啊 浮點數就是儲存空間比較大 那整數儲存空間比較小 錯 好 因為對電腦來講 我們前面講過很多次啊 對電腦來講 編碼的意義是人在在意的 好 電腦就是處理這些空間 對電腦來講 像CPU在意的是什麼 pipeline 在意的是register 在意的是interrupt 對不對 好 然後或者說那些各式各樣指令的型態 但是真正讓它有意義是人去付 好 好 然後我們在浮點數呢 注意到這份共筆還在整理 好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寫的不是很好 那些 歡迎大家多多多留意 那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這份共筆還在整理 我就希望 我們去看 來探討說這個 呃 不含幾個部分 就是這個浮點數原理 好 然後再來是 我怎麼去表達浮點數 浮點數表達是很關鍵 好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東西叫fix point fix跟faulting就剛剛是什麼 對比 就是一個呢 一個是浮動 然後一個是定起來 好 當然只靠字面上的解釋是不夠的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 第一個呢 你看看這個標題啊 這個就很有趣 就是浮點數的精準度 它並不是什麼 它不是放諸四海皆準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像畫面中這個樣子 你發現什麼 這東西呢 這是地球嘛 對不對 你從地球看外 看到外面去 比方說看到月球 看到比較近的火星 那些呢 跟好多不同的行星 然後你就會發現有趣 這個浮點數呢 就有點像畫面這樣 就是說 我雖然可以表達的東西好像很遠 對不對 我可以表達什麼 三 好幾個光年 對不對 一千光年啊 一萬光年啊 或是更大的 就好多的 但是呢 你真正能夠看清楚的東西 只有一點點 比如說看到你的月亮啊 看到可能像火星啊 那木星也許看得到 就看這個不同的時間點 但是你會發現 越遠的東西 你好像是定得到的 你好像可以講出大概 所以來 但是你分不出 到底它前面一點點 後面一點點 到底還有沒有別的 你分不出來 所以這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浮點數它就像這個 就像我們看到的宇宙 或者比較大尺度來講 我永遠能夠精準 很精準看到事物的 永遠都是近的地方 遠的地方 我大概知道在哪邊 所以浮點數的精準度 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我只知道 一個粗略樣子 我只知道說 比方說 太陽系有多少行星 太陽系有多少個什麼 多少一隻的天體 還有天體跟天體之間 大概是差距多少 但你講不出精準的 你說800光年 不要這麼遠 就比方說 一個光年 一個光年加一公里 分得出來嗎 分不出來 一個光年加一千公里 加一千萬公里 你也分不出來 因為一光年就是非常巨大的值能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浮點數就像這個東西 你只要大概在哪 所以我根本就分 中間的東西很多都分不出來 然後 接下來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有解釋到這件事 對不對 還記得嗎 就是0.1加0.2等於0.3 那0.1加0.2等於0.3 你看像這個東西 你去比對這兩個東西 有沒有 match 你看到 左邊是0.1加0.2 得到的值其實是這樣 是0.3 後面還有這個 但是你去顯示0.3的時候 其實在裡面表達是長這樣 所以你看一件事 就是說我今天 假設這是0.1 然後這是0.2 我在0.1的時候 我可以相對精準的表達 那到0.2的時候我精準度不夠了 到0.3的時候 對不起 他就這樣 他就實際上不精準了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數值越大 或是說這個數值呢 這個他的分 他的這個分布呢 距離零越遠 他其實這樣 他就會越不精準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有趣的 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什麼 0.1不是0.1 就是你所知道的 就是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小孩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有趣了吧 我們看到了0.1 我們思考到0.1是什麼 我在數學上會做一個定義 做一個表示 或者我親你會有一個期待 問不同的人 看到0.1會不同 有人想到0.1會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視力 有人想到0.1就是十分之一 所以他想 可能就是一個什麼 蘋果派 然後簽十分其中一個 那有些人看到0.1會想到什麼 想到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什麼一個factor 就是說一個 一個度數 他會想到這個東西 但是對於電腦來說 0.1對它真的有意義嗎 其實那沒有意義的 電腦來講就是0跟1 那只是說 我們0跟1是一次處理這個 0跟1 還是好幾個 比方說連續 一次處理8個 0跟1 就是8位的系統 那或者說一次處理16個 32或64個 然後這叫做65個系統 那所以這個有趣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說 我們其實為了要去表達福點數 勢必我們要引入一些規格 那這個規格像什麼 像是I-341-754 它顯然就是規格 可是這個規格它內部 在表達這些數值的時候 它不可能精準的表達 它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就會得到畫面上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又回來講Turing 還記得吧 Turing叫什麼 三機會 然後我們前面有哥哥講到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Balanced Turing 然後這個Domelnav 他講到什麼 這也許是人類最美妙的 人類歷史上最美妙的那個 數字表示法 這個美妙有一個點 再來是什麼呢 第一個 它不需要Sign Beat 就是它所以它也沒有什麼 你不用管什麼 一步數二步數這個東西 Balanced Turing 然後還有一個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在表達福點數的時候 有機會比較有效應 注意到它是有機會 不過很不幸的地方是 這樣的東西呢 在1958年 在莫斯科 莫斯科州大學 州立大學建討之後呢 後來因為一些政治的因素 它就停下來 所以事實上這個 真正把它發援光大 大概就剩下IOTA了 IOTA 然後把它發援光大 不過這還OK 就是說 雖然它沒有通行 但是它其實有些想法 其實在 也會有些 有些 有些啟發 尤其它在 表達那個 數值 就整數也好 浮點數也好 會有些特性 好 那接著我們來回顧一下 就是說這個 十進貴跟二進貴的轉換 還記得這個東西吧 這個轉換 然後 這個乍看呢 從左邊到右邊 右邊到左邊 就取決什麼 取決你有多少有效位數 但是 好玩的地方要發生了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如果是浮點數的話 浮點數的話 就比較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呢 我的基礎運算單元就不同了 我們整數的話是 十分之一 加上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這樣子加 對吧 那可是呢 對這個 對二進貴的小數 它是 二分之一加 四分之一加 八分之一加十六分之一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的有效位數是有限制的 就是說 假設你的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 這個位數是有限的 你能夠表達的數值 它其實怎樣也是會被限制住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Compute Science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資訊工程系 或者電機工程系 也會怎樣 也會學過一門課呢 叫做離散數學 其實會發現說 這些數值表達 它本來就不可能是完完全連續的 我們如果要把十進貴跟二進貴做 沒有施政的轉換 其實你需要無窮多像 才會不可能做到無施政的轉換 所以往往呢 它會有一些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 它就是有數值的折損 所以你看到這種折損 你沒有看到這邊點點點 所以你看 你光是要表達這個十進貴的0.8 你就發現這個東西要排出一大堆 你有沒有發現 指令是哪裡好像不太一樣 0.8還記得吧 0.8在哪 你第一次看到0.8在哪裡呢 有沒有講到這個 Balance Touring 所以你要怎麼表達0.8 你用這個人就可以表達0.8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是說 你十進貴的0.8 其實沒辦法用 有限制的二進貴去表達出來 所以注意到為什麼當時 莫斯科州立大學 他去發展三進貴 這個東西其實是很有啟發力的 因為當時要考慮到 你要知道一件事 1958年什麼概念 1958年那個 Spanik Spanik 就是那個 人類史上第一個人造衛星他發射 在1957年 就是那時候那個 賈家林 賈家林就是第一個上太空的太空人 也是這個 前蘇聯 前蘇聯那個年代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有趣 就是說當時人們 至少太空競賽 刺激很多電腦發展 但是那個年代 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們今天講的 講的那些 機體電路 還有那些 半導體的技術 在那個年代 都還是很原始 在那個年代 在1958年 那個年代 是沒有 是沒有 機體電路的 所以當時也沒有 當時也沒有 那種很複雜的製程 基本上都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說 當時的儲存空間是很關鍵的 還是仰賴 仰賴這個真空管 仰賴這種持股 這種方式去表 儲存 所以你會發現說 像剛才那個 什麼例子呢 我們看到0.8的例子 所以你看 十進位0.8 根本就沒辦法再用 用什麼 有限的位數的 二進位就可以表達 可是三進位是可以的 所以注意到 這個 為什麼它長那麼古怪 就是它的道理 好 那不過呢 我們 我們今天二進位呢 就變成一個 因為搭配 足夠充分的這個 儲存空間 所以 為什麼學Compute Science 要連同硬體去學 如果從頭到我們只是想說 我要只是用什麼 if-else的語法 或是 怎麼去呼叫Function code 那這個是不需要Compute Science 畢竟它就是憑你的自覺去寫程式 但是如果說你寫出來程式 要搞得清楚前因後果 搞得清楚說 資料處理商會不會出額外的問題 像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很好玩 這個0.8 所以同理你去算看 剛才的 0.2 0.1 還有0.3 會不會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 沒辦法在有限位數的這個 二進位可以表達 有沒有可能這個問題 好 然後呢 所以這過程中就會遇到什麼 舍入 舍入呢 就是什麼 就是有舍氣 會有進入 那注意到呢 我們在講的這個舍入呢 它其實不見的是什麼 四舍入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這個四舍入 其實是一個 它不能說是一個很好的解 再講一次 四舍入 在我們國小時候就學過 對吧 可是 四舍入 往往它不是好的解法 怎麼說呢 你想個件事 如果銀行總是在做四舍入 會不會遇到資產的有問題 對不對 就是你看 假設 假設銀行遇到那個什麼 呃 四舍 就是 就是 2.4 就變成2 這銀行 不虧啊 對不對 但是呢 2.5就變成3 那銀行就虧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每個人存款都存個2.5 對不對 一次都存個2.5 那不就每次都相當於存3塊嗎 這不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講這個舍入 講這個四舍入 它是一個策略 在電腦 它有很多場景 不只電腦 它就幫助銀行 那在做這個舍入 它都會不同的策略 注意到這個東西啊 好 那 在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上面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 如果你的這個 位元素有限的話 對不起 那後面這些 就要這樣 就要去掉 好 然後再來是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會講說 ANIAC ANIAC是第一台 就是它的全名叫什麼 叫做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 反正基本上這個電腦名字 就是早期的電腦名字都很奇葩 很難念 那注意到呢 人們會把它叫做什麼 叫做全世界第一台通用計算機 或是全世界第一台通用電子計算機 但是你不能講全世界第一台電子計算機 再講是 ANIAC你要講 它是全世界第一台通用計算機 第一台計算機 我們就不可考了 就比方說什麼算盤啊 那第一台自動的計算機 可以追溯到那個 像那個什麼 插分機 它是用機械的方式去做的 那這個LUS 這個德國的LUS 它就在1935年到1938年 它就做一個Z1 那Z1呢 它就是電子的 就是插電的 所以插電就可以做計算 那這個在德國的這個博物館 在美國比較少看到 在德國會有 就是如果有機會去去那個玻璃 那一定要去看他們的那個博物館 他們的科學博物館做得非常好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Z1 它是自動 電子自動可以做這個運算 而且呢 而且它支援什麼 它支援浮點數 帥呆了吧 人家知道這件事就是 Aniac 本質上還不能做這件事 但是這個什麼 這個Z1 這個LUS發生的這個Z1 是可以用的 那 不過它裡面用的比較特別 它用的不是這個 我們熟知的半導體元件 Z1用的是計電器 那對這個電腦有興趣的 自己去查一下機電器 那所以它在 效率上是會有很大的折扣 機電器它保持每個狀態之間 它的成本 是時間成本 是比較高的 而且建造成本 也是很驚人 那 注意到它也是二進位 Aniac 剛剛講的Aniac 美國那個Aniac 它是十進位的 所以你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 1935年的電腦 它竟然有伏點數 它竟然用二進位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在那個Aniac 1754看到的 那個什麼 Mantisa 這些術語 基本上你會在什麼 在這裏面都看到 然後呢 到這個後面 到Z4的時候 Z4是很重要的機制 Z4是大約在 二戰時期 過程中開發的 然後 在戰爭時候 被毀毀滅了 但是這個Luz 就帶領他的同事 後續還有 跟西門子 這些廠商 有合作 然後繼續開發 那你可以看到 有趣的地方是 Z4的時候呢 就已經什麼 在二戰時期 就已經是 30歐元的系統 這很有意思 然後呢 接著到 8087 那8087 它是在1980 已經宣布的 然後這個東西 最主要搭配 IBM 對 IBM PC 那早期IBM PC 它的價位 是很多元的 然後 那時候搭配的是 8086 那8086的話 它沒有 注意到它 沒有 浮點數運算 所以呢 沒有浮點數運算 當然遇到浮點數 就很慢了嘛 這顯然的事情 那所以呢 Intel就單獨出一個處理器 注意到它的 我們不叫處理器 叫協同處理器 Cole Processor 那這個Cole Processor 那這個Cole Processor 就可以提升浮點數運算 號稱可以到5倍 那這個處理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 它是一個Cole Processor 但是它跟CPU 是沒什麼觀點的 因為它跟CPU架構落差很大 CPU架構呢 Intel架構它是什麼 Register Base 但是呢 在那個 在那個浮點數 它的這個Cole Processor 它是Stake Base 反而比較像什麼 反而比較像Java Java的BiCore 比較像這種東西 好 然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I-201754的標準 制定 跟這個東西有關 為什麼呢 這是社交流的故事 就是 再想一下 這個故事是這樣 就是 在二戰時期 就有浮點數 應該說 二戰還沒開想 你看Z1 Z1建造的時候 那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 還沒有 所以你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就有支援浮點數的電腦 好 可是呢 I-2075是什麼時候才制定完成 1985年 再講一次 1935年 就有什麼 1935年 就有這個浮點數的電腦 但是一直到1985年 才有浮點數的標準 中間有50年的空白 難道人們都不用浮點數 錯 人們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做浮點數 所以它沒標準 那Intel呢 在推廣這個硬體的時候 你看 它設計的8087 遇到很尷尬中 就是因為市面上的浮點數 太多種了 而且Intel是 注意到 1980年代 Intel是一家小咖 你很難想像對不對 但是那個年代 Intel是小咖 而且日本很多公司 都比Intel強太多了 而且Intel當時 為什麼會做8086 就是因為日本有公司 下訂單給Intel 那Intel做出來的東西不夠好 那日本公司就不爽 就 就什麼 就Kendan 所以你要想 Kendan不是台灣才會遇到 日本那個年代也遇到Kendan 就被那個訂單被取消 那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有趣的地方是 Intel為了要推廣它的這個 處理器 推廣它的這個Core Processor 推廣它的這些浮點數運算 它只好自己來制定相關的規格 好 那所以這很有趣 就是說 i2u754 它當初是在一個什麼 一個弱勢的廠商 然後想辦法去吸取各方的經驗 然後建立一個相關的標準 好 然後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這樣的公司 Intel這公司 其實它有很多很不輝煌的事情 在1993年被爆出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它在浮點數運算會算錯 那為什麼會算錯呢 很有趣就是因為它在浮點數運算裡面 會有一些表格 就是一些加速的表格 之後以後我們有機會講一些 數值處理的技巧之後再跟大家講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那個表格長得像什麼樣 像是 我想像怎麼講 像是 你就想像說有像這樣的表格 那所以有這樣的表格之後呢 有個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有幾個值是填錯的 所以你的表格呢 數字填錯呢 就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廢話當然就算錯的結果是錯的啦 好 所以最後怎麼辦呢 召回 這個對intel呢 其實帶來不小的衝擊 大概是將近5億元的 5億元的損失就發生了 好 然後呢 這個剛剛提過了 為了要賣8087 Corp Sensor intel 只要自己去自定標準 因為比起它弱勢 不過這個標準呢 注意到 這個標準一直到今天 都還要再變更 看一下 它最新到什麼時候呢 直接看這個 i2.75去 看一下這個 EAN Wikipedia 好 注意到它的 最新的 最新的 為什麼要給各位看最新的呢 因為 恭喜各位 今年又有新標準 i2.754 2019年 在什麼時候發佈呢 剛好就在 2019年的7月發佈 帥呆了吧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要用共筆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準備的投影片 或者我準備的角色書 那根本不可能反映這些事 這些共筆就可以 所以 大家善良我們這些資源 歡迎大家來做這些事方面討論 好 所以注意到呢 i2.754 它是一個標準 你看到我剛剛提過的嘛 1980年就有 然後陸續有這個變更 那最近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2019 那在2019年之前呢 是2018的版本 那當然為什麼它要改版 無非就有幾個嘛 就是有一些是 可能一些錯誤的 或者說有些東西是不夠完善的 那或者是精準度不夠的 那哪些東西就不是完善的 像這個 就是比方說 not a number 這樣的一個定義 那這個東西就要去離期 好 然後呢 接著就是 看到這個 i2.754 看到它那個 槍根的範疇 休息一下 好 繼續探討 好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i2.754 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不精準看待 注意到 在i2.754 2019 這個東西又變更了 這也是我們學這個 Compute Science 其實比較麻煩的事情 就是說 你不能只是 對東西有概念 你甚至要知道規格 而且 你如果認真去思考 那很多東西規格都很複雜 浮點數有規格 處理器的架構有規格 處理器的硬體行為 或者是上面的一些 你所要處理的資料 形態 對不對 這全部都有規格 而且這東西都是變動的 不是認真讀就夠了 好 不過沒關係也不用太慌張 你可以看到說 它就是有去規範 規範說 數值的格式 除了這以外 你會發現說 很好玩 加 減 乘 除 開根號 取數 還有比較的操作 注意到這些東西都要去定義 這個 你以前在學這個 計算機 概論的時候 往往可能忽略到這件事 特別是比較 不要小看這件事 比較 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操作 其實都是要定義的 這些操作 如果沒有特別去定義的話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數值的範疇 那可能會怎麼 因為這些 因為我本來就有 處理的限制 就是我的空間就有限制了 那如果說我沒有針對這個去定義的話 就這樣 這個誤差之類的會把它拉大好 而且有效的範圍只有一部分 所以這個東西 這也是為什麼標準會一直在改 所以這裡給大家一個提醒 就是因為 i241 754 它不只是一個標準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變動中的標準 變動中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說呢 好 比方說手機 你的手機也好 你的電腦也好 你的桌上型電腦也好 它都支援這個i241 754 可是支援程度到什麼等級 有可能他說他支援了 但是他可能支援叫做1985 也就是它符合的標準是1985 但是你所期待 或者說軟體所期待的可能是2008年的版本 所以懂意思嗎 就是你的硬體它宣稱它有浮點數運算器 有浮點數的什麼 這個Code Processor 但是它的標準可能是舊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新的標準跟舊的標準 在一些精準度用語 還有一些這個 一些效率上會有些落差 所以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浮點數跟浮點數之間 在做這些操作完 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 這些截然不同的結果 剛好因為某些狀況會放大 所以注意到 它跟我們前面講的一補數二補數 是很不同的東西 一補數二補數 其實說真的 它都是可以很精準的處理 只是流程不太一樣 但是i241 754 它是一個假組 它是一個變動中標準 還要看硬體資源程度的波差 所以就會遇到一個有趣的狀況 尤其在差不多 以前我做手機的時候 差不多15年前 15、16年前 那時候很尷尬 那時候就輕狂不接的年代 也不是輕狂不接 差不多15年前 會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手機 其實是有浮點數運算的需求 一直都有 為什麼?因為要做數學運算 數學運算就有浮點數 可是當時很多手機 是沒有浮點數運算的能力 你會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但是你想的簡單事情 你看你每天用的Android手機 你有辦法想像 現在是2019年 你有辦法想像 整整十年前 竟然有廠商推出 沒有GPU的智慧型手機 好再講一次 整整十年前 竟然有廠商 做出來的Smartphone 它的價格是Smartphone的價格 也就是台幣可能兩萬塊 一萬八那種 你算兩萬塊好了 兩萬塊的價格 竟然沒有內建GPU 然後跑Android 你不覺得很無聊 做廠商有沒有? 有 直接打給你看HTC Tattoo 我跟HTC沒有醜 但是HTC Tattoo 它是沒有GPU的 沒有 這個東西怎麼時候推出的? 就是2009年 神奇吧 神奇吧 就是2009年 10月的時候推出的 好 所以你注意到 其實你看GPU的歷史 再看FPU的歷史 所以你發現說 其實這些硬體的加速器 這些硬體的機器 它不是標準配備 我們今天 我們站在2019年標準的去想 可能洛西就覺得標準配備 但是你想真的十年前 Android已經推出一陣子了 但是還有廠商做出沒有GPU的手機 那還可以賣 你說這樣使用者會不會抗議? 很簡單 就把解析度降低就好了 所以你認真看到HTC Tattoo 它就是專打女性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它如果畫面拉大一點的話 那個Android就會卡卡的 但是如果你畫面弄小一點呢 針對女用市場 女性市場 年輕女孩子的市場 那你可以用畫面比較小 剛好沒有GPU的時候 剛好搞得懂 好 那這個題外話 回到這個例子 所以我要提前大家 就是說 所以至少在十幾年前 我們做手機的時候 我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們手機 某幾款手機裡面有 內建FPU的加速器 就是浮點數的運算 但是我們還是會用軟體的方式 去實作浮點數 為什麼? 因為硬體的浮點數的處理器 它精準度有問題 所以會算出錯的結果 所以為了避免算出錯的結果怎麼辦 我們只好提供一個軟體的實作 那你會好奇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為什麼你要聽這個故事 因為那種東西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用 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說 你很可能 尤其開發西原的城市的朋友都知道 你很可能沒有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 你很可能不是在開發最主流的系統 最高階的系統 你往往可能在開發這種 像剛才講的 功能手機 可能用的硬體是略差的 或者說它的硬體可能製造的年代是比較新的 也許是去年就製造的 但是它的標準可能 它的運算能力 或是規格檔次可能是比照10年前 但是用非常低的成本 也就是10年前比方說像TATOO那一支手機 如果你做出一個功能跟它相似的 那大概今天的價格可能是 可能台幣就1500吧 這種價格就很低成本的做出來 注意到這不是技術的退步 而是說你用在哪裡的市場 台幣1000塊的Smartphone 1500的Smartphone賣哪裡 賣印度啊 賣南美洲啊 這一直到今天 還是有很多工程師在做這件事 所以它就要面臨那種 沒有GPU的 或是浮點數運算不夠力的 或是在特定條件下會算錯了 所以要退回去用軟體的方式去實作 所以注意到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在做這個 細緣層設計很有趣的地方 好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一些例外處理 這個例外處理我們等一下會講 好 然後 這邊就會分幾個不同形式的 比方說單精準度 Single Procedure 這個像這個 至少用三十二位表示 那在西語言的話 對應到就是Float 那如果是雙精度呢 那對應的就是Double 那特別注意到一件事 西語言的設計很有趣 是先有Double 再有Float 再講一次 1972年 1972年 1972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1972年西語言開始發展了 那是早期的西語言 所以這個 早期的西語言呢 是在1972年到1973年 早期的西語言開發 西語言的第一個標準在什麼時候 叫C89 C89 C89什麼意思 就是1989年 好再講一次 1972年西語言開始發展 而且開始用了 到了1974年的時候 UNIS 很多的城市碼 用西語言重寫了 這個是大家可能知道的歷史 1974年 可是西語言的標準 一直到1989年 才制定完成 所以你看 從1974年到1989年 都多久的時間 這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西語言這很特別 而且更特別的地方是 Double這個型態 是在早期的西語言就有了 反過來說 Float這個東西什麼年代才有 到了80年代才有 所以這是一個在設計上不直覺的 因為你知道就是說 Float它用的空間是比較小的 Double用的空間是比較大的 但是Double卻是先發展 所以這是在電腦發展 這也是為什麼人家學歷史 很多時候學歷史就是 讓你知道一些不是那麼直覺的東西 當然對有些人來講 迷人也是這種地方 跟你想像都不一樣 聽故事很有趣 對我來說 當然也許對你來講 我就是不想讀歷史才來讀理工 結果你還是跟我講一堆歷史好煩 但是你要知道它前因後果 那為什麼這個 知道這件事很重要呢 因為C元是先有Double 然後在1980年代 邁向標準化的時候 才引入Float 也就是精準度比較低的 所以早期在做數學運算的時候 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早在做這個數學運算的時候 我可能是RNT 比方說5除以2 那5除以2呢 整數處法會得到2 但是如果你要得到2.5怎麼辦 所以你要先把5 從Int轉型轉到Double 比方說5除以2 這整數處法會得到2 那你想要得到2.0怎麼辦 2.5怎麼辦 你要這樣做 5.0除以2 那注意到5.0除以2這件事 其實是什麼 是5.0除以2.0 所以注意到 因為5除以2 這個東西是整數處法 你會得到2 但是當你需要得到2.5的時候 你現在要做什麼事 先要轉型 從Int轉型到Double 但是不是只轉前面那個數就可以了 你後面那個值要跟著轉 所以找些西元會做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 我要把Int轉換成Double 要轉兩次 一個是被除數 一個是除數 你以為這樣結束 沒有 因為除完之後 結果會放到Double裡面 所以我會得到一個結果叫2.5 然後這個2.5還會轉型轉回到Integer 就是如果你最終要除的時候 是用Int的形態去保存的話 它還要把Double的形態轉換成Integer 那當然後面那個0.5就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它涉及到什麼 三次的形態轉換 三次的形態轉換都是很慢的 所以早期的這個西元就有這樣的一個弊病 因為不做這樣的事的話 數值會跟開發者預期的不同 但是它耗費成本是很大的 所以為什麼在這之後再發展Float 因為Double它是用 它用64元去處理 這個是一個很沒有效率的事情 到了Float的時候 它就用35元去處理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單經度它的代價是很大的 因為它真正的有效位 就是真正的那個精準度 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話 這包含什麼 有Sinebit 包含它的指數 然後再來是它的那個 Mantisa Mantisa就是你的幾次方 就要講出來 就是扣掉這個幾次方之後 你真正要表達數值 所以你真正要表達數值 只剩下23個bit 可以去表示了 所以就會遇到很尷尬的狀況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 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expotential expotential去處理 就像那是什麼 像它是幾個光年 但是這個幾個光年前後 到底是差多少 對不起 因為你的有效位數不夠 不夠你去表達 好 所以注意到 你會有這個什麼 這樣的一個風險 然後請你先對這東西有概念 這樣會導致什麼 數值會不對 數值會不對 不是只是結果不同 不是那麼單純 因為數值不會 它很肯會遇到什麼 資訊安全 或是造成一些安全的漏洞 有些安全漏洞 就是因為伏點數運算的錯誤 你先記這個結論 但你有些人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好 然後呢 所以這個東西 就會遇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然後如果你是早期 不是早期 假設你有經歷過那個 IBM PC那個年代 或者說你從那個 DOS那個年代就開始寫程式 那時候很多那種鄉野傳說 就是這個 都會傳說 都會傳說什麼鬼 就是當時就會有一個經驗值 那個年代很多經驗值 就是 你也知道那個經驗值就像什麼 就是什麼 Compiler 就是一個數值除以2 會比較慢 那把它向右位移 一個bit會比較快 但是對不起 這件事在21世紀不會發生的 再講一次 在以前都會有這種東西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4除以2 跟4 這樣 就是 在上個世紀 4除以2的確是比較慢的 反過來說 是 像就位移一個bit 這是比較快的 注意到 這在上個世紀是成立的 但是在21世紀 對不起 21世紀 來講話 做這個成本是一樣的 所以 各位要知道 很多鄉野傳說 其中一個鄉野傳說 就是這個 小數點後面那個7個bit 是有效位 這個7個有效位怎麼算出來的 這其實是什麼 其實上面有個算法 自己去看一下 所以注意到 就是為什麼這個標題叫做 你所不知道的福點數 因為很多是過去的經驗 這過去的經驗怎麼來的 就是 你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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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觀察書 它全不全面 其實往往它不全面 那 所以其實 真正的 真正的 其實有效的情況 只有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 如果依據I2A754的話 其實有效是6到9 而且跟你的數字形態是有關係的 好 然後呢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看一下什麼 就是既然福點數 就我們來看 解釋那個福點數的福 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是怎樣 就是說 如果呢 你用這個 對數的方式去表達的話 那你會發現 很有趣的地方是這個 你的精準度 這個精準度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對不對 就是說你從 從那個 地球 往外看 對不對 看你天空的 月亮 天空的星星 那基本上呢 月盡 比方說像月亮 或者說像那個 可能不是月亮 可能是什麼 飛機 就是說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如果你剛好在航道 航線以下 那你會發現 你的飛機相對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你甚至分得出它的高度 飛機起飛降落 這樣的高度你看得出來 那是因為夠近 到了月球那個等級 對不起就夠了 那如果是到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人馬座什麼的 對不起就很遠了 所以你看 中間都稀稀疏疏了 為什麼它叫福點數 福 是福什麼鬼 就是這個 我 數值跟數值之間已經怎樣 已經很遠了 那換個角度想 這邊擺擺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在我的福點數的表示方法 表達不出來的數值 也就是說呢 你硬要去寫那個數值在哪裡 這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表達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稱為這件事叫福點 因為你真正有效的這個數字 能夠精準表達數字這麼一點點 其他都是跳來跳去的 就是都是都會飄移的 好 那 你可以把上面這個東西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這個 對數 對數的方式表達 所以它其實就更像福點 你看像這邊 我們講的是什麼 密度 就講的是Density 那你把它轉成那個 對數坐標左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福點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 一個很可怕的問題 因為 很多人 幫我承認 我寫成是大概寫了20年才發現這件事 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我國小開始寫 所以到我寫20年的時候是什麼概念 就是出來工作 那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以前也沒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 我沒想到會吃到這個虧 什麼虧 就是 剛好你要表達 要比較數值 剛好就在這裡面 再講一次 因為福點數能夠表達數值 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如果好死不死 你剛好就在什麼 就剛好在我滑鼠指向的地方 做那個數值運算 那是沒有批用的 因為你分不出那兩個數值在哪裡 對福點數的表達方法來說 在你受限於它的精準度 來講的話 中間看起來 在數學上的概念 它好像是 就稠密性嘛 就是說 你可以 兩個數值之間 它可以存在得 無窮多個磁數 這是在數學上的概念 但是在離散事件 在這個 RH01754 或者相關的福點數的表達方式 就會有這個限制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悲劇的是 怎麼做運算結果都是錯的 結果後來才發現 原來要注意到福點數這件事 我一直花時間在想 我這也算是錯了 開始懷疑說 廠商給的扣市有問題 我那時候一直想這個東西 想到半天 還把廠商叫過來罵 不是 找過來討論 所以就是說 後來才發現 天啊 是我那種福點數落差的問題 就是認知上查的問題 好 那 所以呢 再次提醒 這些捨入議題是很多的 然後你看這個RH01754 所以你看I2754 它其實有不同這個RH01754 那就是這種 而且這個RH01754很有趣 它不是只是那什麼四捨無論這種東西 不是 它也不是無條件事 也不是 它會看什麼呢 它會有這個 就是奇數偶數 有沒有這個 就是這個 有偶數跟零這種東西的 要對齊到哪邊 那 這個表格看很不直覺 一個小建議就是 你可以試著拿紙張出來 畫一下那個圖表 那你就大概知道 為什麼有這種設計 不過還是強力建議 一定要去看I2754 如果說你的應用本身 涉及到數值運算 比方說 像我以前做我手機的時候 手機的話 有一些東西會涉及到數學運算 上網就不用講了 我那時候是做二級手機 GPS 那時候會有哪些東西需要數值運算 比方說GPS 你要知道位置 然後比方說要做那個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 Echo cancellation Echo cancellation Echo cancellation 在做什麼 就是回應的消除 就是你想一件事 就是 比方說你看 就是我現在在講話對不對 但是我前面擋個東西 擋個東西講話 你會發現聽的話不太一樣 在講話 我現在跟你說話 那我拿手機出來 把我把話擋在這邊 所以你聽到我的話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 因為你聽到的話不是我講的話的 是我的這個能量跟這個什麼 跟這個障礙物 它的回應 然後再加成之後 再傳遞到你耳朵那邊 所以你聽到聲音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些干擾其實都存在 可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麥克風啊 喇叭啊 這種東西都存在的干擾對不對 就是這個 而且你可能還把那個手機聲音放出來 所以我們不可能永遠都要求這個 使用者永遠都要佩戴那個免持聽筒啊 或者說好的一個隔音狀 不可能 而且你要知道以前手機都要做很小隻的 這個也是很奇怪 我想如果各位有做過手機 或是用過比較早期的手機 你手機都比很小隻啊 什麼小海豚啊 什麼雞笛八八什麼鬼的 反正一大堆 什麼折捷機啊 反正就是要讓它做得很小 像我以前做手機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很尷尬啊 就是那時候marketing 然後就市場行銷的人都去問說 問女孩子說你手機的期待是什麼 幾乎只有一個答案 小還要更小 非常小 超級無敵P小 就是最好什麼 反正就講出一個莫名其妙啊 就是 他就說 最好就跟電池一樣大 最好是啊 這樣 那個年代的技術 這麼做不出這種東西啊 對好 就有這個需求 然後男生的要求就 也是另外一個極端 就說 我希望手機可以打好多電動 手機可以做好多事 但是對不起 那個年代手機也是做不了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那兩件事 在今天都不發生 對不對 像今天手機是什麼 實際上手機都很大隻啊 女孩子玩的手機 都一個比一個大隻啊 神送的手機很大隻 我以前有時候無聊 我就問一下說 小姐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用那麼大的手機 他說可以上網啊 很開心啊 然後呢 我們現在 以為說 Smartphone 那個什麼 軟硬體的技術大幅突破 可以裝好多應用程式 但是說真的 你真的每天 會去把所有應用程式玩過一次嗎 不會 更多的時候是 應用程式玩你 就是更多的時候是 你裝這個程式 你不知道背景跑了什麼 但是 他自己玩你 玩自己的 他回報一些資料啦 回報一些 這個人 使用者習慣啊 之類的 你真的有在玩 你真的有因為這個應用程式受益的 因為你自己做應用程式的主人的應用程式不多 什麼叫應用程式的主人 你打開小花家 對不對 你打開小花家 你叫小花家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可是手機應用程式絕對不是這樣 你打開Google Map Google Map 真的只是幫你導航嗎 你自己想一下 他有沒有偷偷傳資料 你搞不清楚了 所以這跟過去我們認知的應用程式已經不一樣 對不對 這電腦的主人 手機的主人已經不知道是誰了 好 回到這個開始 所以像這個Echo Consolation 也是需要做數學運算的 但是我就跟各位分享這個經驗好了 這就是 非常關鍵的地方 如果你對這個數值沒有關鍵的話 你遇到這些錯誤的時候 往往就這樣 很難偵測 而且更麻煩的是 因為程式碼很可能就不是你寫的 就算是你寫又怎樣 公式那些推導可能就不是你推導的 所以你會拿廠商的程式碼 拿Open Source的程式碼 或是拿現有的論文 重新實作 那你往往不會懷疑說 是因為自己對數值系統的認知不夠 導致錯誤的結果 你往往不會懷疑到這件事 你會懷疑更多時候在懷疑到 你知道懷疑到演算法啦 或者懷疑到原本的限制 好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一個參考的一個資訊 注意到這個資訊有可能是過時啊 因為還在整理 然後 但是請大家注意到就是說 你會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服務點數的運算 服務點數的操作 很多時候它沒有你想像中的快 即便你的電腦 比方說i7、870 i7、870是很好的電腦 基本上在一些什麼電競等級的電腦 基本上都配這種處理器 但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操作時間是相對什麼 相對是還是長的 注意到這個 你會覺得說這個15nail second 是很小的值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CPU很多指令 耗費時間呢 它甚至可以小於一個nail second 就是說我們在做很多操作來講的話 就是比方說像做一些影像處理啊 什麼的 它耗費時間甚至就不到一個nail second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發現在特定的服務點數的操作 有可能會這樣 會遇到這個15個nail second 然後這個大的一個變化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呢 我們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除以0 其實是 是 是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沒有定義 就是說 應該說 如果不是數學系的學生 就如果不是數學系的精準的說法的話 就是我們如果講一般的 比方說一般的理工的學生 一般的這個 就不在意那麼精準的前提下 我們說的叫未定義 好 可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不能因為0除以0是數學上的未定義 然後在寫程式的時候就當作隨便不行 因為我肯定要有一個方式去記錄 或是表達或去處理0除以0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我該怎麼辦 我電腦不能因為0除以0 然後就停下來不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想 我電腦隨時在做運算 但是你看 我電腦上可能有十個程式 都做這些數學運算 那其中有一個程式 它遇到0除以0 難道電腦就要整個停下來嗎 不可以啊 但是電腦 既然不能停下來 但是也不能完全不處理吧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需要去探討的 I2way754就會針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去定義 這也是為什麼 I2way754一直都有在改版 一直到今年都還在改版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這個因素 需要把它描述得特別清楚 好 接著我們來講一些特殊值 特殊值呢 這個幾個真的是很有趣的啊 我們這邊呢 為了簡化呢 我們把它用那個比較少的方式 就是三十二元 我們就講那個float的狀態 不講那個double 好 然後呢 所以你看 就是我把所有的bit都填滿 所以你看到這個都填滿的話呢 我用這個 就前面這個 你看這個是F 這個是7 所以你看到 看到一個F 看到一個7 你要有感覺了 F就全部都是1嘛 對齁 那7是什麼 7呢 是什麼呢 7是1 1 但是前面有個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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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就插前面那個bit 那那個 所以前面那個bit是什麼 就在表達是正的數還是負的數 所以你很顯然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東西在7F以下的東西呢 都是什麼 都是正的值 那同理呢 這邊F 到這邊的80 這是什麼 都是負的值 好 那這時候就一個好玩的現象 就是有正的0 也有負的0 好 所以注意到哈 有正的0跟負的0 我們 在探討 探討什麼呢 探討一補數的時候還記得吧 有講到正0跟負0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我說那個是到導致什麼 額外的什麼 一個判斷成本 好 但是在符點數來講 正0跟負0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符點數不足以表達所有的 所有所有的數值 就是人們對符點數的期待 可能是怎樣 是像數學上的醜蜜心 對不對 他希望說 比方說1跟負1之間 他會認為說有無窮多個值 但是不是 所以正0跟負0 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為什麼 因為光是正0到負0之間 都可能會有什麼 就是 你要想一個 什麼叫正0 正0就是 可能是0.0000009 然後9 這個正的0 那通理的負0可能是什麼 0.0000003 這個可能是負的0 那只是我把它表達成這樣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符點數 不足以表達所有的數值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能夠做到最精準的這個描述 但是 還是不足以表達全部的數值 這是因為什麼 這是因為 符點數的這個限制 好 那接著呢 我們會看到一些怪怪的值 哪裡怪怪的值呢 來 注意看這個 無窮大 負的無窮大 正的無窮大 好 這件事非常的 非常的奇怪 奇怪在哪 就是 以前我們在數學上畫數軸的時候 都把正的無窮大畫到好遠的地方去 然後把負的無窮大畫到好遠的地方去 對吧 就是你以前在學數學 注意到我們講的是那個 中學數學 注意到中學數學跟大學數學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講的是中學數學 我們講中學數學也好 我們講物理也好 我們往往都把這種東西畫得很遠 可是呢 這個東西在I31754來講話呢 它是有定義的 定義什麼 這樣的東西我們稱為叫做 叫做負的無窮大 這個叫正的無窮大 那你看 認真看正的無窮大跟負的無窮大 你看到 那就是Signbit不一樣 對不對 只差這個Signbit 其他就是這個值 好 那接著還有更酷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Not a number 你看到這個 這個設的 Not a number就是這個 所以0除以0 它是什麼 數學上 注意到中學數學 中學數學說這個東西叫沒有定義 但是電腦在講不能這樣做 電腦必須對任何事物都要處理 就像你設計電腦一樣 設計電腦上有個東西叫Don't care 也就是說 裡面不管是它擺的東西是擺高電位 低電位 反正我就是不處理 這個叫Don't care 但是Don't care本身也是比較被定義的 你不能說我看到 看到Don't care 我就 那個線路就 不接了 不行 就是它在定義那個東西存在 接著你會看到什麼 這個Not a number 好像0除以0 不只只有0除以0 然後有很多 有很多狀況也可能會Not a number 那東西要怎麼 也要怎麼 也要把它表達出來 好 然後呢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講到怪怪的東西像什麼 Not a number 無窮大 然後再來什麼 正理跟副理 那扣掉這個幾個狀況來講話的 有兩個 有兩個東西是我們還沒有講到的 一個叫Normalize 一個叫Denormalize 來看一下 Normalize在哪 Normalize在這裡 好 Denormalize在哪裡呢 在什麼 在綠色的地方 好 認真想 Normalize跟Denormalize 欸 大概有點感覺了 什麼感覺 欸這個叫什麼 Denormalize在這裡 那Normalize再遠一點 好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呢 跟這個東西 欸可以對得上 好 然後呢 這底下有些說明 請你稍微妙一下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什麼 就是 像這個值 這個值很好玩 還記得這個值吧 就是那個 那個 不管是 FF8 還是那個 7F8 看一下這個 不是嗎 這個 7F8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 FF8 它其實就是什麼 它其實呢 這邊是無雄大 然後呢 再往下推一點 它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那個Nut Number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不是數學 這個東西是一個編碼 編碼最重要的意義是 讓人看得懂 讓人可以去溝通 讓人設計出來的機器 跟機器之間 是可以怎樣 是可以交流 去可以做相互處理 所以注意到 這個地方 它不是實際上的這種 我們講的數學的理論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那個 阿貝爾群 講這個群論 講這個 阿魯瓦 講這些 甚至 前面還有講到這個什麼 那個 廢碼小定理 就是 還有講這些 數軸上的對稱 但是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定義出來 就是IoTuber1750 這問題是定義的 好 那這時候 遇到一個有趣的地方是 既然這個 這個東西 7F8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是Nut Number 那你可以做一個有趣的事情 你做什麼事 你把這樣子寫 對不對 好 就是說你給個數字 然後把它強制轉型成Float 注意到我們上面探討的東西是Float 就是三色未原的寬度 好 那接著 你把它什麼 你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Nut Number 再講一次 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它只是一個Integer 我強制把它轉成一個Float 那這時候 它依據這個IoTuber1750的編碼 它就得到什麼 它得到Nut Number 所以你就手動的建立一個Nut Number 而不是透過什麼 零處理這種東西 來得到那個Nut Number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Cast 就像這樣的Cast 那這樣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Nut Number 本身在執行時期 也會儲存下來 所以注意到 這跟你想像中的可能不同 在你以前可能覺得說 我今天就像按一個計算機對不對 比方按5除以2 那我輸出2 我就輸出2.5 你可能覺得說 這就是電腦 如果是0除以0的時候 它就說不能儲存 不能處理 就停下來 但是注意到 這個不是 IoTuber1750 其實是針對這些數值 針對這些操作 是有明確定義的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還有這個標題 你所不知道合體數 你們覺得頭很痛啊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今天才知道這種事呢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編碼 知道這個操作 那其實我可以手動的去幹嘛 把這個值填到什麼 一個儲存空間裡面 好再複習一下 依據西語的標準 什麼叫object 就是有明確儲存空間的東西 都叫object 所以不要把那個什麼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然後跟object搞混了 object是個通用詞 賣房子買房子為什麼叫物件 就是有空間啊 空間是明確的啊 有權壯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一瓶多少錢 這是有權壯有價值 這個就是object 對不對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是 它是一個哲學 一個精神 對不對 我們在那個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物件導向片也有談到這個 不過我們講這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所以事實上 這個 not a number 這種東西呢 其實它 你會發現有趣 就是說呢 我們不是 我 我 我們 我 抱歉 針對 not a number 這個 其實你要搞清楚的是什麼 它本身是可以被編碼的 好 這跟數學上的那個行為是完完全不同的 然後再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事實上呢 有兩種形態 一個是 not a number 另外一個是 quiet not a number 也就是我剛才舉例的時候 一直舉0出於0 但是0出於0其實不是好的一個例子 太多東西 就是說不是只有透過0出於0會得到 你沒有定義的東西 其實太多方式會得到那個not a number 所以我們去想 想一下 還記得我們前面講的那個數值系統的時候 對吧 想什麼呢 n 想這個 還記得這個吧 你看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很大的東西 跟什麼 很大的東西做完乘法 所以兩個東西很大 很大 減很大 要等於多少呢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對不對 竟然會得到not a number 所以注意到呢 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它就不是透過0出於0得到了 對不對 它顯然不是除來的嘛 它是什麼 乘法 跟 乘法 再搭上減法 結果你會得到一個not a number 好 所以這是我們在一開始 在上半段的部分 特別拋出來的問題 這也是我希望帶大家去思考的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那麼多細節 但是你想 這個東西是怎麼回事 所以EGI754 那其實這個是有分形態的 就是說 not a number 我們稱為叫signal signal not a number 就是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勢必會觸發 硬體的訊號 觸發硬體的一些exception 或者一些trap 反正就是 變成說作業系統 或者是執行環境 必須要理會 這叫signal 就是說 我要不要去處置 但是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 處置機制關掉 所以比方說 它有個什麼 有個第10個bit 把它設定成1的話呢 它叫quiet not a number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 只要什麼 只要第10個bit 沒有設定成那個not a number 的時候呢 就算是遇到什麼 剛才那些操作 不管是0除以0 或者剛才分點數量操作 那我只是設定了 但是我不會有對應的 這個作業系統 跟執行環境 給你的動作 這也是為什麼 not a number 它只不是只有一個 因為還要設定什麼 它第10個bit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有這個quiet 跟signal的not a number 所以注意到 當然你看到目的 還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請你認真看 i2u2的規範 因為這個規範跟什麼 跟它做什麼操作有關 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 懲罰 操作 比方說 無窮大乘以無窮大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什麼 在數學上 我們會儘肯去避開這種狀況 對不對 你回想一下 如果高中學過理科數學 理科數學的時候 你會學到什麼 維基分的基本概念 就相當於是那個 當年那個牛頓 跟萊布尼茲 他們在提出 提出那些想法 對不對 切成不同等份 然後開始去逼近 所以我們會想說 這個東西 一個叫微分 一個叫積分 但是呢 你到了大學的時候 或是正規的這個數學教育 教微積分的時候 往往不是從這邊開始教的 不是說切割成好幾個部分 不是 那是為了科普 如果你看真正的那個維基分 以數學系的標準來教的時候 他不是從那個開始教的 不是從牛頓跟萊布尼茲的方式 不是 而是從那個東西叫什麼 叫極限 那個極限就超級困擾的 對不對 還記得那個吧 那個 Delta 那個 Epsilon 反正就是你花很多時間 在想那個極限 一直在 這個什麼 就人家學的說句很痛苦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 就是 講一個什麼 今天的我沒有極限 你可以換個方式小 今天的我不可為 對不對 極限跟微分 竟然是有關聯的 對不對 以前我們在學 用科普的方式介紹的時候 對不對 切個好幾個等分 好幾個等分 然後幹嘛 一個微分 一個積分 但是注意到 我們如果正在探討數學 嚴謹的方式的時候 花很多時間在講 這東西是可為 還是不可為分 然後這個東西的極限在哪 同理 為什麼NOT number那麼複雜 為什麼有分signal 還有這個QuietNOT number 就是跟這個什麼 跟這些各式各樣幾千有關 好 所以除法只是其中一種 好 那還有加減 然後什麼取餘數 這也是為什麼 為什麼東西都要去定義的 好 像這個 開根號 開根號要看什麼 看這個操作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你要操作的對象 對不對 還是什麼 這個是小一定 對不對 就是像虛速這種東西 也要考慮進去 好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 i2way754 注意到我們這邊 摘錄的i2way754 是舊的 其實新的標準還沒看完 但是就是說 這個就是要特別注意到 所以 所以因為會有標準的變遷 以及說像 包含說硬體 還有像一些軟體的Library 一些 一些大數運算的一些Library 它在實作i2way754的時候 也許會有些落差 會導致行為上不遺症 這也是為什麼 你要掌握數字器的 這就是你的價值 你想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是 你想一件事就是說 你跟一個stir party 或者跟廠商合作 然後或者說 你就是 比如說用Google的Android KernoOS 做開發產品 但是你剛好就發現什麼 在這個設計上 有些缺失 在設計上的浮點數處理有問題 諸如此類這些事情 那你可以定位出問題 然後提出一個解法 所以這就很有趣 就瞬間什麼 瞬間你這個 不要說價值再提升 這個講起來很刺快 你就很奇怪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你看到 人人沒看到人 然後呢 因為你具備這些背景知識 你得以去修正 所以 一旦遇到極端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講 及早去因應 或者你遇到某些極端狀況 或者錯誤狀況 你就知道 因為來自什麼 你就可以對真下搖 反過來說 其他人就只能再舉足來 舉足去 說這個東西 之所以會錯 一定是我錯 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想到說底層的東西 可能是錯的 這個 是各位要特別注意的 好 那這邊底下講這個extraction 大家都提過了 注意到一些狀況 Overflow Underflow 還有一些 InExact 什麼叫InExact 它這個很難翻譯中文 但是你可以把它翻譯就是 因為表達的不精準 導致的運算 結果是 就是嚴重偏差這種東西 你可以大概認定是這樣 那這個 這個嚴重偏差是很關鍵的 它是一種 一種extraction 你有點概念就行了 好 我們來講一下 福典數處理 沒有做好會發生什麼悲劇 或說這些議題沒有想好的話 會發生什麼悲劇 然後這個顯然它是一個什麼 這顯然是一個巡航艇 這種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造價都是很驚人的 這個 就跟我們台灣的拉法業一樣 金額非常大 大到有人要被謀殺 對 但是說 這個曾經有一段時間 什麼 你要想 這麼貴的東西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國家國力的象徵對不對 這是一個 國家主權宣示的 這麼重要的東西 它竟然有高達 三個小時的時間 攤在那邊 你要想一下 就是 你今天發生一個演習的 或者中共打過來的 假設 那你要想說 這個中共的這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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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等到 等到回去的時候 中共這群就垮了 亂講 但是你說 這種事有沒有可能發生 有 而且發生的原因竟然是 軟體沒寫好 超帥 除以零錯誤 好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除以零的這個 insection 沒辦法被軟體所trap 沒辦法作為軟體適當去處理 所以就導致什麼 整個系統就崩潰了 然後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一個船艦 船艦其實沒有真正的休息狀態 對吧 就是說你想就是 如果你要對船艦重開機要怎麼 要怎麼開 對吧 就是 因為船一直在運作的啊 那你如果 如果你不做運作的話 你的什麼鍋爐散熱什麼 會出問題吧 它永遠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但是甚至發生這種事 因為整個設計沒處理好 好 然後底下有一些探討的因素 來看一下 好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我們之前有提過 就是這個火箭 這個是歐洲的太空總署 耗費了10年 台幣是2000多億台幣的火箭 但是不到一分鐘就這樣化為烏有 而且導致兩個人直接死亡 那其實也是因爲什麼 因爲伏點數的那個例外處理沒做好 好 然後 接著我們會遇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你看 就是假設今天C 它的操作就是這樣 就是想像是一個方選 或者一個Macro 它實說是這樣 就是10的10之方乘上A-B的結果 好 這時候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10的10之方是夠大的數值 對吧 來看一下10的10之方多大 10的10之方 10的10之方 好 就看起來很多很多點 對 看起來很大的數值 好 但是但是 我這個A-B 你看 這個A 跟這個B 那 A跟B 來講的話 這邊是31 這個是31 對不對 它其實只有後面那幾個東西不一樣 這個 A跟B很像 對吧 可是呢 你再想一下 這個0 0 0那麼多0 這小數點那麼多0 對不對 但是呢 因爲這個是乘以10的10之方 所以你看 我今天這兩個字去減 減完之後呢 就剩下這兩個字 就是 你看到 A-B 所以A 稍微大一點 還有講說 A稍微小一點 然後B稍微大一點 那減完之後是個負的值 不過沒關係 重點不是正的跟負的 重點是什麼 這個值呢 就坐落在什麼 就坐落在這個範圍 可是呢 10的10之方 你自己算看小數點 1 2 3 4 5 6 7 8 9 對不對 所以呢 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說 我今天乘以10 就是A-B 因為A跟B 太接近了 但是它不相等 再講一下 A跟B 是不相等的數字 但是它還太接近 那我今天把它撐以10的時候呢 我不足以把它的 彼此的差距弄出來 所以呢 這時候遇到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是什麼呢 你看到 遇到這個尷尬的狀況就是 我今天做完這個預算 然後我就 的確去乘 那乘完之後呢 你會有個值 是什麼 9.4 所以這個 這個一個很尷尬的狀況就是 什麼呢 就是 你再講 再看你知道吧 你知道嗎 我這兩個東西 前面這個數值長這樣 然後這個數值長這樣 然後 這個東西撐完之後 其實有這個數值的 可是你要想一下 A跟B這個數值怎麼來的 A跟B這個數值呢 其實不是一開始指定的時候 就是長這負責性的 為什麼A跟B它會有不同的這個值呢 為什麼呢 你去想一件事 想什麼事情呢 想這個 其實A跟B怎麼來的 A跟B不就是這樣子來的嗎 就是因為數值的表達 還記得前面那個 講那個 0.1的故事吧 0.1跟那個 這個 其實A跟B怎麼來的 其實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看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A是這樣來的 B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兩值很接近 但是後面就是有些落差 所以以剛剛這個例子來講 好玩地方在哪裡呢 好玩地方在於說 它兩者 很可能就是同一個 數學式產生出來的 只是它的操作方法不同 比方說是大的加小的 或是小的加大的 就是看你怎麼操作 那總之呢 這後面這個數值都不是一開始 我們所意願所處理的 所以我們稱為這個東西 叫Garbage 就是因為 我用數值表示方式 我因為我考慮到 這個 exponential 跟那個什麼 跟我的Mantisa 有效位元 那但是呢 這個東西一旦成之後呢 所以本來A跟B 應該要是相等的值 注意到 那我們今天看到A跟B 只是因為 I201754 因為這些有效位元的關係 導致它什麼 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 很可能抽到 放的值都是一樣的值 就是我們在目標 在期待上看到是一樣的值 但是做完運算之後 竟然得到一個什麼 竟然得到 把Garbage放大了 而且 Garbage一旦放大 你還以為薩有歧視它是真的 這有什麼問題 這問題可大了 那這個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你在做這些數值操作 那底下有使用一些細節 那總之就是說 因為這個I201754的時候呢 會導致什麼 導致你算出來的數值 跟你想像中不一樣 比方說以這個來講的話呢 你在做這個數值運算吧 對不對 你會做這些 大Product 做這些 做這個 Close product 跟大Product 對不對 做這些運算 但是因為這些運算 背後都涉及到 剛才講這些東西對不對 這樣子講這些運算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 剛才那些Garbage 剛才在表示數值的時候呢 他因為做了好多次的 數學操作 然後放大 那錯誤放大的時候 是不是一度錯到底 好 所以呢 講到目前為止呢 大概發現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 會發現 一個叫 Procedure 一個叫 就是講另外一個東西 夠不夠 Accurate 所以我們來想思考一下 一個叫Precise 另外一個叫 Imprecise 一個叫 Accurate 一個叫 Inaccurate 所以這兩個東西呢 其實是不同的概念 好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講Double也好 講Fraught也好 好 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做 Fraught 稱為叫做 Single Precision 好 然後呢 這個 Double我們稱為叫什麼 叫做Double Precision 對不對 聽起來這樣很單純的事情 可是我們講的 Precise 在講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去表達一個數值 我有沒有 我表達數值用多少的位元 用多少的條件 用多少的方式去表達 好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什麼 就是像這個 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我今天有給你多大空間 對不對 像這個畫面中顯示 是30位元的吧 那你也可以看64位元的 對不對 就是像這個 64位元 那這就是我們講的 Precise 所以 顯然 用64位元 跟30位元去比 那64位元 他有機會做的 More Precise 但是 即便你可以做到 More Precise 也不代表是 Accurate 注意到 你即便做到 那個 Precise的程度 變高 但是你不代表 就會變accurate 為什麼 因為你有些值就是表達不了 或者說 你就是做這些 剛才講這些 還記得這個運算吧 你就是做這些運算的時候 就會有garbage 就做這些運算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 就會有非預期的結果 而且依據運算增多 你會怎樣 會變得越遠越不精準 所以 所以你大概知道 我們注意到 我們講這個precise 我們講這個precision 是講什麼 是用什麼樣的條件 透過int 去表達數值 所以這個就是precise precision accurate 是人 所期待的 accurate 是人 就是講這些有效的範圍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很有趣 比方說像這個 你看這個 如果你看 你的位數夠多的時候 你看這個東西有趣 對不對 我precise 然後3.14 159 26 夠多了 所以我用這麼多的位數去表達 這個東西對人來 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知道 這叫圓周率 那 如果說你只講3.141 這尷尬 這尷尬 這個就是 位數不夠多 對不對 顯然能夠表達 就比這個作品少了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人 注意到 Acurus 人還是認定 還是圓周率 對不對 其實人看到3.14 就覺得是圓周率 對不對 好 可是你把它表達3.2 人就不會覺得是圓周率 然後這當然是 絲針絲的多了 好 最好玩的是這個狀況 這好玩的狀況是什麼呢 我的精準 就是我用的位元數很多 所以我好像表達很多 什麼3.15 什麼鬼 但是這顯然這個東西不是圓周率 圓周率是底下這個 所以你看 precise我給它那麼多 bits 但是因為前面那些操作 因為那些過程 所以得到的東西不是能期待的 好 你看這才是能期待的 這不是能期待 對不對 天啊不是只差那麼一點點嗎 所以你 你沾著電腦觀點 電腦觀點 這個差距這麼小 前面幾個病都是對的 好多病都是對的 但是只差後面的 好 所以注意到這些人 你大概隱約有感覺了 就是雖然你可能沒有踩到那些洞 但是就是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 過程中很多事 跟想像中就不太一樣 好 所以 光是比較這件事就很尷尬 比如說 A跟B要去做比較 好 那就會遇到一個狀況 0.1加0.2 會不等於0.3的狀況 好 再幫你複習一下 0.1加0.2 可愛的結果 好 會得到這個值 好 然後呢 0.3呢 0.3呢 是在這裡 0.3 好 0.3在這裡 那顯然跟這個東西怎樣 它不是一模一樣的正確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要做A跟B比較的時候 你要幹嘛 你要先對它做減法 然後再取絕對值 再比一個什麼 比一個夠小的數值 有感覺了吧 好 所以這個 你要有一個Epsilon 這個Epsilon 就是講說 我認為 兩者差距是多少 才認為是一樣的 所以比方說 回到剛剛這個例子 回到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所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如果設定一個什麼 設定一個 10的-9次方 做一個Epsilon 就是說 我今天兩個數值不管多少 多大 我只要減下去的結果 是小於10的-9次方 那我就認為什麼 這個東西是一樣 這個就是在我們這個規定 那但是這個值呢 這個Epsilon怎麼取呢 好玩 這個東西就是另外一個學問 就跟你的這個數值方法有關 好 那底下呢 就有一些例子 我先跳過了 就是說其實在講到什麼 沒有處理好 就很多悲劇會發生 所以這個是最應該整理的議題 還有一些像Fix Point這些 這些 那要特別提醒大家就是說 其實這些議題呢 它都是一直在發生的 而且很多時候沒有處理好 像什麼Server啊 就是精準度不夠高啊 導致什麼錯誤的結果 還好幾週的crash 帥呆了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另外一個東西 叫Fix Point 那Fix Point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我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狀況就是 Fix Point一直在這種 Precision 還有在它的這些 Accurate之間 就上面講這個表格 這個 這個Precision跟這個 Accurate之間在掙扎 就是我可以用很多 很多Beat表示 但是很多Beat表示 不但要有Accurate 只有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又Precise又Accurate 這才是一個好期的 好但是這個東西可遇 不可求 我往往呢它不是 這麼直接就可以射進外面 所以往往我們需要怎樣 需要額外的方法 或是說設計一些容忍機制 好 但是呢 就會有0.0的表示方法很有趣 另外方式就是說 既然浮點數有那麼多 麻煩的狀況 而且呢在一些狀況是什麼 我硬體上就沒有浮點數 就是那種浮點數處理單元 那有沒有可能呢 我自己去定義什麼 自己去定義說 自己的格式 有沒有可能 可以 所以這個東西叫Fix Point 注意到 Floating Point跟Fix Point 它不是打對台的 它其實是不同場域 Floating Point 它是有標準的 I2175是標準的 當然有標準 有對應的限制 有對應的使用情境 那Fix Point是一個反動 就是一個 自定義的東西 所以它稱之間叫做Fix Point 所以很多東西需要 比方說你硬體上根本沒有浮點數運算單元 所以你依據這個I2175 也沒什麼批用 既然硬體上都沒有了 你再怎麼做 就 只是一個運算 那還不如自己去定義一個 我該怎麼去表達數值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在人工智慧 對標華語 又講到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呢 比方說這個TensorFlow TensorFlow 對標華語 TensorFlow上的福點數運算 是自己定義的 為什麼不走I21754 這倒很簡單 因為像那種TensorFlow 或是那種Cafe 反正處理車那種AI的Model 它會遇到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它的那個數值 它分布不會那麼廣 它往往分布可能就是 某一個比較窄的範圍 比方說那個聲音 影像 它的範圍可能就很窄 然後 所以它不需要 描述所有的數值 不需要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因為我往往這些TensorFlow 或是這些運算 往往都要 要什麼 從CPU 把資料交給GPU 交給那些TPU 這些加速器 所以它的Bandwidth很關鍵 因為我有大量的數據 所以如果說 我原本 i221754所定義的這個Double Precision 它需要64個bit 也就是8個byte 才能夠表達一個數值 但是可以再設計一個什麼 同樣精準度的這個Fix Point 它也許衝得到 只需要4個byte 或是3個byte 就會處理 所以你看 效率就大幅提升了 所以 因為像能工智慧運算很大 所以你看 假設 你看 假設 原本是用 8個byte 表示的 我把它數到3個byte 這樣幅度是什麼呢 這樣幅度是很精準的 對不對 自己算一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 我其實這樣 我就 就是 縮減了六成的 那個 那個什麼 頻寬要求 我既然可以縮減六成的頻寬要求 是不是我可以同個時間處理更多的資料 好 所以這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這個人工智慧 其實它往往也設計到什麼 Face Point 聽到這邊突然有感覺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做這個系統 也會去做這個 能工智慧 但是就是 幫人家設計加速器 之類的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對那些什麼 人工智慧 有什麼偏見 也不要說這個是炒作 畢竟有需求 我們就去做 我們今天設計系統 其實是要用中立 就是有這個需求 對不對 這也是 你也知道嗎 如果說你在台灣 寫軟體 薪水要夠高 就是要 做一些 你懂嗎 什麼博弈的 什麼 比較好看的頻道 對不對 這OK 我們今天做技術的 是中立的 我們不去評論人家道德標準 因為人家要有準時付錢 對不對 但是也有人因為資金是滿足 但是你要想 背後其實做剛才那些超速 其實它也需要滿多技術的 真的 不管怎樣都是我們在探討技術的人 其實很多東西是可以去思考的 當然我們更希望說 透過我們自己的力量去帶動這個 也許對這個社會有些影響 希望 好 所以這底下就跟各位講到一些 來自精準度 或是一些考量 這份我還在整理 大概就探討 就是福典書的探討到這邊 所以 如果你到目前為止 你發現好像有一點啟發 然後大概知道在做什麼事的話 那接著你可以來看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非常值得一看 有一本書叫做CSAPP 這個CSAPP是由 卡內基美中大學的教授 去撰寫的 它叫做 Computer System and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那縮寫叫CSAPP 然後 它出到 目前為止是出到第三版 它涵蓋的東西很廣 就包含說從電腦原理 數字系統 組合園 然後那些作業系統 怎麼運作的虛擬機體 它的第二章寫得非常之好 你可以教它看一下 那我這邊有做導讀 我為了教學做一些導讀 所以你可以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東西大概有涵蓋到 然後就是說這個 甚至還有包含說 我們學生也有做一些什麼 安全一體研究 就是說 就不要懷疑 安全是無所不在的 數值 因為數值處理沒有做好 導致了一些錯誤 是無所不在的 所以你看這個 有個同學他很認真 他就是整理一下 一些CV 一些弱點 那這些東西都跟 他選出來都是跟 那個 Integer All Flow 會有關聯 所以不要懷疑 這個東西的衝擊是不小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強烈建議一定要看他的錄影 如果沒有時間看錄影的話 可以先看看同片 如果看同片 看不太懂的話 沒關係 我們這邊給你一個 中文解說 幫你畫一下重點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哪個地方要特別看的 就是我們剛剛還記得講 那個I去過1757 對吧 所以你要講到這個 講不同的細菌 然後這個東西怎麼來 這個東西不然說 Normalize Denormalize 跟Normalize 還有一些特殊值 是怎麼來 然後這個範圍 是有效的 然後怎麼去處理 你看這個東西又更清楚了 所以這邊是Normalize 這邊你看就分布得很散的 所以你看看這個區段 滑鼠這個區段 其實是這樣 你是不足以表達的 好 然後呢 有幾個 然後我們有講這個 阿貝爾群 然後他就問這個 這個很大玩 你能不能回答這個東西 小的數加大的數 減掉小的數 那小的數呢 加上什麼 大的數減掉大的數 然後這個東西得到小的數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就很有趣對不對 好 甚至還可以 你可以測驗自己 CSAPP這本書還有很棒 不要只看書 要試著去回答裡面的 回答裡面的題目 比方說 在這裡面 如果X小於0 是不是就意味著 X乘以2會小於0 這個東西有點難對不對 X小於0 表示什麼 表示說 前面有個3 bit 可是 X乘以2 會不會就小於0 這個是好問題 對不對 為什麼 它有可能會失敗 對不對 有oflow 對不對 所以人家搞清楚 oflow的衝擊的難 然後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是 這個東西 就是 S向右位移 3個bit 跟S除8 會不會一樣 好玩呢 這東西不一樣 為什麼呢 想一下想一下 這個X 你要看它是什麼東西啊 Rule X是負的值 而且人家搞清楚 這個東西到底是算術位移 還是邏輯位移 這要想清楚啊 如果它是算術位移 整件事就好玩啊 算術位移跟邏輯位移 對不對 你想一下這個東西的觀點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很值得思考 就是CSPP裡面有大量這種東西 所以你讀這個 就是你讀完之後 應該會有什麼 會心裡 心裡會有些那種 那種感動 所以像我在學校教書呢 我追求目標真的很簡單 就是CMU的教授 寫出CSPP這本書 而且他把它放在 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 好 那我覺得我們學生 不管是大學部 研究所 或是塑博班 反正我不管 反正 其實我的教學目標真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我們的學生 就是有人家 美國一流學校大一大二的程度 就夠了 不管你讀到什麼學位 你要有成 確保說你有這樣的程度 那當然這裡面 這本書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多大量的案例 就是它裡面解說就講得非常好 然後在裡面很多習題 這個習題一定要嘗試自己做 那可以有很多那種啟發 那我們就跟大家探討到這個數值系統到這裡